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1241章 你天赋太好了 陈锋眨了眨眼睛 微笑说道 这些东西我都知道 什么 你都知道 赵松岩满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些知识可是非常高深的 有的连普通的三品炼药师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有暗老在 我什么不知道 陈锋心里说了一句 陈锋早就想好了说辞 他自然不会说出暗老的存在 他微笑说道 我之前一直没有进入过炼药师协会 但是我在山野之中修行的时候 却是碰到过一位炼药师 我们两个在一块相处了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 颇为投缘 后来他有一日忽然离开 那天我在他住的山洞石头之上 发现了一卷他留下来的牛皮卷 上面写了很多东西 而我看完 记下里面的内容之后 牛皮卷便自己起火 焚成灰烬 刚才前辈你说的那些东西 那牛皮卷纸上都有记载 原来如此 赵松岩惊叹说道 原来你还有这般奇遇 他沉阴片刻道 牛皮纸 看完之后 自己燃尽 这确实是我们炼药师的做法 看来那老者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炼药师 他既然教过你 我再教这些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他忽然变得很沮丧 身子重重地厚依靠 有些无奈地瘫了瘫手 说道 收你当徒弟 还真是苦啊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陈峰哈哈一笑 说道 前辈 其实晚辈更想向你讨教 关于魂者方面的事情 赵松岩终于来了精神 觉得可以大师所掌握 赶紧问道 什么事情 陈峰说道 前辈那时候 交给晚辈 如何构建招魂殿 以及那一门精神秘技 灭杀求荣 现在 晚辈灭杀求龙 已经修炼开始上手了 招魂殿 却一直没有构建完毕 是吗 听了这话之后 赵松岩陷入沉思之中 一般来说 只有先构建招魂殿 才能修炼精神秘技而你 精神秘技都修炼好了 招魂殿前还没有构建好 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赵松岩想了想 说道 陈峰 若是你放心的话 便开放你的精神世界 我要用我的精神力进去看一看 陈峰微笑说道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前辈还会害我不成 说着 他盘膝而坐 眼睛微闭 整个人变得一片沉静 精神世界缓缓放开 赵松岩在他对面盘膝而坐 精神力从他双眼之中释放出来 探入陈峰的精神世界中 陈峰的精神世界广袤无垠 赵松岩的精神力化作的乃是一团小小的黑色雾气 这片黑色雾气进入陈峰的精神世界之后 立刻便发出不敢置信的惊叹 陈峰 你的精神世界竟然如此广袤 果然不愧是天才 然后 他就看到了陈峰的一抹透明神光 透明神光也注意到了赵松岩精神力幻化的那一团黑色雾气 陡然之间 神光暴涨 带着强烈的敌意 铺天盖地地向着黑色雾气涌去 陈峰赶紧制止 惊呼喊道 这不是敌人 不要轻举妄动 透明神光都快要接近黑色雾气之前了 才刷的一下 直接停了下来 就算是如此 也将赵松岩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退出了陈峰的精神世界 看着陈峰心有余悸说道 你这精神力太恐怖了 不但非常强大 而且甚至已经生出了自我意识 陈峰看着赵松岩 说道 这个很罕见吗 赵松岩看着他的神情 气得恨不得抽他一巴掌 这就好像 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天天花天酒地 然后对着外面乞讨的人说 我这样的生活很奇怪吗 难道不应该都是这样吗 真是特别欠奏 陈峰缩了缩脖子 笑道 前辈 说归说 咱别动手啊 赵松岩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可知道 你的精神力强度 甚至比我还要强 已经达到了二级魂师的水准 而你的精神力 自己产生了意识 这更是不可思议 我还不知道 级别要高到什么程度 精神力才能产生意识 只能说你天赋太好了 陈峰问道 那我为何不能架构招魂殿呢 赵松岩沉思片刻 说道 我之前听过一个传说 说是有些天资太高之人 构建招魂殿 反而比其他人要困难得多 假如说其他人构建招魂殿 需要的精神力是一的话 你构建招魂蝶 需要的精神力 有可能就是十 甚至能够达到一百 对 没错 他一拍巴掌 说的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你天赋太高 架构招魂殿就很难 但是 他兴奋说道 只要你的精神点构建成功 召唤出来的魂仆 绝对是比别人要强大得多 这就是你们这些天才的厉害之处 陈峰听了 心中这才了然 他也就不着急了 既然如此 那就慢慢提升精神力就是 赵松岩点点头 两人又说了几句 然后赵松岩就骇然发现 自己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给陈峰的了 他苦笑一声 说道 陈峰 你可知道 当你的老师 真的是 会有挫败感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好教你的 陈峰微笑道 那咱们两个就聊天吧 正好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说 说着 他就将碰到的侍卫情况说了一遍 他叹了口气说道 之前我在丹阳郡 和丹阳郡炼药师协会起过冲突 甚至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我本来以为隋阳郡这边会好一些 却没想到 下面的侍卫也是这样 他看着赵松岩 问道 难道说炼药师协会 都是这样的吗 赵松岩听了之后 沉默片刻 苦笑说道 你说的没错 几乎可以说 整个炼药师协会都是这样 炼药师协会刚刚组建的时候 本来是想着 让天下炼药师都有一个去处 不受人欺负 但后来 慢慢地就变了味 不受人欺负了 就开始欺负别人 本章完 第1242章 狂战学院 现在各地的炼药师协会 都是横行霸道 而且你说的那些侍卫 他们其实是不归我管的 不归你管 你可是炼药师协会的会长呀 陈峰诧异说道 炼药师协会 总体分为两大块 一块是护教武士 而另外一块 则是炼药师 这些护教武士 经过几千几万年的传承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围绕着炼药师协会 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家族 这些家族 光在大秦国 只怕就有几千个 这些家族里面的子弟有天赋的 从小就可以进入炼药师协会 学习培养 最后成为炼药师 没有天赋的 则是修习武道 然后进入炼药师协会 成为护教武士 他们盘根错节 谁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势力 甚至已经影响着炼药师协会的高层 就那隋阳俊炼药师协会的 宇文武士长宇文都来说吧 宇文都出生于宇文家族 宇文家族 乃是依附于秦国炼药师协会的一个大家族 家族已经绵延数千年 势力非常庞大 宇文都 乃是宇文家族的嫡系子弟 也是隋阳俊炼药师协会的白袍武士长 所以说 就连我都不愿意轻易得罪他 陈锋点点头 他也是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这些依附于炼药师协会的大家族 势力庞大 远不是他所能对付的 当天晚上 陈锋就向赵松岩辞行 准备告辞离去 赵松岩摇摇头 说道 你啊 也实在是有些太心急了 我知道 你想着赶紧提升实力 赶紧报仇 不过不用如此急切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条路 说着 他伸手一弹 将一个信封递给陈锋 陈锋打开信封一看 这信封之中 竟然是一封推荐函 大体内容则是 赵松岩在里面 先把陈锋夸奖了一番 然后说 陈锋跟他渊渊深厚 所以 推荐陈锋 加入狂战学院 陈锋看着赵松岩 有些诧异说道 前辈 这狂战学院是 赵松岩微微一笑 有些自经说道 狂战学院 乃是青州府三大学院之一 在青州府中久享盛名 狂战学院的院长 实力已经超越了宁魂境 而里面的那些教习 绝大部分 也都是宁魂境高手 里面的功法武技 都是已经达到了 玄机高等 甚至是超越了玄机 你去里面之后 能够接触到 更好的武技功法 以及对手 好生修炼 绝对能够实力突飞猛进 陈锋听了 大喜过望 赶紧道谢说道 多谢前辈 他现在正好是需要 这样的一个去处 进入狂战学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一件事情 赵松岩说道 在去青州之前 我觉得 你应该得到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陈锋诧意问道 赵松岩说道 你现在已经可以 炼制几品丹药了 陈锋说道 已经可以炼制 三品丹药了 大还丹 我便可以炼制 赵松岩点点头 则则称叹两句 这么年轻的三品炼药师 当真是极为罕见啊 他问道 你之前 没有在其他炼药师协会 注册过 是吧 陈锋点头 没有 那就刚好 赵松岩笑道 既然你 已经可以炼制 三品丹药了 那么就在这里 注册为三品炼药师吧 陈锋神色间有些犹豫 赵松岩道 这对你没有什么坏处 成为炼药师协会 正式注册的炼药师之后 在各处炼药师协会的店铺中 买药材 买丹药 都可以打折 而且 很多东西 你有了这层身份之后 就可以优先购买 并且 炼药师协会 甚至是其他拍卖场 在收你炼制的丹药的时候 也会给出更高的价格 再者说了 有了这样一层身份之后 一般人也不敢招惹于你 毕竟得罪你 就相当于是得罪了炼药师协会 可以说是百列而无一害 陈锋点点头 赵松岩都说到这个份上 若是自己再不答应 那也太不失抬举了 陈锋问道 成为三品炼药师的话 需要怎样 赵松岩哈哈一笑 轻松得很 需要通过一个考核 就是当众炼制成功一枚三品丹药 对你来说 轻而易举 对了 如果是作为注册的话 你是用陈锋这个名字 还是用逢尘这个名字 赵松岩问道 陈锋想了想 说道 还是用逢尘吧 考核在第二天上午就开始了 这里是炼药师协会高塔之中的一座大殿 大殿非常宽敞 周边是围绕着四层圆形座位 足以容纳数百人 此时 上面稀稀拉拉的 做了不到十名炼药师 这几十名炼药师 都是身穿白袍 白袍之上最少的 也是绣了三个小顶 宇文都就坐在赵松岩的旁边 在他身后则是几个高等级的白袍武士 按照炼药师协会的规矩 要考核某个炼药师为三品炼药师 那么所有三品 以及三品以上的炼药师 都要出现 隋阳俊炼药师协会里面的四品炼药师有两位 除了赵松岩之外 另外一个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长老 这位长老现在并不在 所以说 三品炼药师只有他一个 除此之外 都是三品炼药师 人数有八人 这些炼药师 年纪最小的 只怕也将近一百岁了 一个个都是白发飘飘 胡须洁白 就连找森炎 看上去年轻 实际上也已经有八十多岁了 陈锋此时 就站在大殿的中央 迎着众人的目光 神色淡然 不卑不亢 那些三品炼药师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都带着一丝质疑 陈锋年纪实在太轻了 看起来不过是十七八岁而已 就要晋升三品炼药师 这让他们这些活了一百多岁 才成为三品炼药师的人情何以堪 他们都有点不相信 或者说 不愿意相信 有的人 甚至眼中已经是露出一抹 鼻衣不屑之色 觉得陈锋肯定是因为跟赵松岩关系好 才得到这个机会 赵松岩看了众人一眼 缓声说道 今天 各位也都知道了 逢臣要参加三品炼药师的考核 本章完 第1243章 赌约 若是考核通过 他就会正式成为三品炼药师 到时候 咱们隋阳俊炼药师协会 又能多增加一位三品炼药师 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宇文都 便是嘴角带着一抹不屑的笑意 淡然说道 那也得先过了 考核再说 他丝毫不掩饰对陈锋的轻蔑 指了指陈锋 满脸都是不屑之意 这个小毛孩子 有多大 有二十岁没有 就他 也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难不成他从娘胎里就开始修炼 从生下来就是炼药师吗 说着 哈哈大笑 在他身后 那几名白袍武士 也都是发出大笑之声 甚至就连其他的三品炼药师 也是纷纷点头 赞同他说的话 反倒是李副会长 看着陈锋 若有所思 一言不发 赵松颜看着宇文都 淡淡说道 逢臣参加考核 是我同意的 他也是最早想跟我认识的 这么说 宇文武士长 你是在质疑我了 宇文都皮笑若不笑说道 我怎么敢质疑您呢 我是在质疑他 说着又是发出一阵细血的笑声 看着赵松颜得意洋洋 他虽然出身很高 实力也强 但是心机手段却比较差 一直被赵松颜压制 这一次 他感觉赵松颜是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正好可以趁机将赵松颜压下去 他绝对不相信陈锋有三品炼药师的实力 旁边一名白发苍苍 长须三尺的老者 撵着自己的胡子 微笑说道 宇文护卫长说的没错 然后他看向赵松颜 老气横秋 用一种教训般的语气说道 会长大人啊 这一次可是有点冒失了 这么一个年轻人 你都敢让他参加三品炼药师的考核 等待会失败了 传出去 咱们隋阳俊炼药师协会的脸面 也要丢光了 赵松颜眯着眼说道 董副会长 那若是他成功了呢 其他炼药师 见有人开头了 也都壮起胆子 纷纷开口 他们不敢直接攻击赵松颜 于是就纷纷指责陈锋 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对他各种羞辱 这小子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能够参加三品炼药师的考核 咱们会长大人 没听说喜欢男人啊 难不成会长大人 口味变了 这种人都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咱们呢 咱们算什么 哈哈 若是他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我就废掉自己的修为 从此之后再也不炼丹了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龄 连一个小毛孩子都比不过 还有什么意思啊 众人纷纷议论指责陈锋 而此时 陈锋缓缓抬起头来 指起了身子 看向众人 淡然说道 各位 若是待会儿我成功了呢 你们又要怎样 到时候 脸被打得很疼的 还不是你们吗 他这话说完之后 众人都是勃然大怒 纷纷指责陈锋 小子 你很狂妄 你竟然敢说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找死 陈锋根本不理会他们 只是看向宇文都 伸手指着他 淡然说道 若是我待会儿成功了 你怎样 宇文都冷冷地盯着陈锋 声音冰冷 小子 你胆子很大 也很狂妄 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陈锋审笑一声 你不要管我用什么语气 我就问你 若是我待会儿成功了 你要怎样 宇文都见他神色如此坚定 脸上露出一抹犹豫之色 在旁边 赵松岩嘲讽笑道 怎么 宇文武士长敢打赌 却不敢下赌注吗 照你这样的话 任何人都敢打赌 反正 你就算是输了 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东西 宇文都 被他讽刺的脸色通红 他感觉陈锋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所以 胆气立刻撞了不手 冷声说道 若是你能够成为三品炼药师 我便跪下来 给你磕头叫爷爷 陈锋哈哈大笑 好 那今天我就认你这个孙子了 听到这话 不少人都是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宇文都脸色阴冷至极地看着陈锋 寒声说道 那若是你输了呢 陈锋傲然道 若是我输了 这条命我甘愿留在这里 好 宇文都冷冷一笑 待会儿你若输了 我直接取你性命 说着 示威般地看了赵松颜一眼 淡淡说道 生死赌约一下 任何人都不能干预 赵松颜微微一笑 我当然不会干预 然后 陈锋又看向董副会长 现在该轮到你了 你呢 你又下什么样的赌注 董副会长脸色阴沉 呵斥说道 小子 你当真是不知上下尊卑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是你的前辈 哈哈 我的前辈 陈锋不屑地冷笑道 就你这般做派 也配称得上前辈这两个字吗 别默默唧唧地在这废话了 赶紧说 敢不敢下赌注 敢不敢打这个赌 陈锋说的话 凌厉霸道 直接逼得他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董副会长气得胡子发抖 他忽然手一翻 手心之中 出现了一枚龙眼大小的火红色丹药 这枚丹药一拿出来 整个大殿之中的气势 顿时都是为之一变 瞬间变得消杀冷立 就像是到了冬天一样 丹药之上 散发出一股冰冷霸道到了极点的气势 压得陈锋 都是不由的心脏停顿了一刻 他心中骇然 这是什么丹药 竟然如此厉害 白发老者 傲然说道 这枚丹药 名为解体神丹 解体神丹 听到这四个字 陈锋感觉有些耳熟 他立刻就想起来了 当初在大跃城外 发生的那一场激战 最后 周虹诚以及孙贡凤两人 不就是吞下解体神丹吗 他们两个的实力 一下子提升了两个境界 达到了宁魂七重 成功了 哈哈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董副会长哈哈笑道 根本就不相信 解体神丹 吞噬之后 实力暴涨 提升两个境界 持续时间一盏茶 而一盏茶之后 则是直接会身体崩溃而死 无药可救 本章完 第1244章 很可惜 我要打你脸 白发老者高高举起解体神丹 傲然说道 到解体神丹 可是堂堂无品丹药 我拿它来做赌注 他盯着陈锋 不屑地冷笑一声 小子 你能拿出来 价值与之相匹配的东西吗 哈哈 我估计你根本就拿不出来吧 就你这点年纪 怎么可能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最值钱的 可能就是 你那条烂命了吧 但是可惜 我看不上 陈锋 微微一笑 哦 是吗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足够珍贵的东西 他忽然大声笑道 很可惜 我要打你脸了 而且是现在就打 说着 陈锋 手一闪 在他面前 搜了一下 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三足圆顶 正是舞阳圆顶 这尊大鼎一出现 立刻散发出一股镇压周围的气势 相当强横 看到这大鼎 众人都是 发出一声惊叹 他们都是炼药师 而且级别都不低 自然能感受到 这大鼎非同寻常 董副会长眯着眼睛 看了一会儿 没有看出什么所以然来 不屑地冷哼一声 说道 这大鼎 确实是不错 但是 怎么可能比得上解体神丹 解体神丹 可是堂堂 无品丹药 他话音刚落 赵松颜便是发出一声不懈的哈哈大笑 董副会长 你这样的无知之辈 以后出去之后 可别说是咱们隋阳俊炼药师协会的人 要不然 就把咱们的人给丢光了 董副会长冷冷地看着赵松颜 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 说道 什么意思 赵松颜哈哈笑道 这大鼎若是我没看错的话 乃是舞阳圆鼎 在全大陆所有炼药鼎的排名中 能够排到1047名 而你 竟然还说 他比不上你的解体神丹 告诉你 这舞阳圆鼎比解体神丹 不知道要珍贵多少倍 什么 竟然是舞阳圆鼎 竟然能够排名 1047名 众人听了都是震惊 他们不如赵松颜博学 所以没有认出这东西来 但是赵松颜说的话 他们还是不敢怀疑的 董副会长被赵松颜直接指责为无知 心中狂怒 但是 他看着舞阳圆鼎 忽然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立刻说道 好 我跟你赌了 就拿解体神丹来赌舞阳圆鼎 这话一说出来 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一抹不以为然之色 感觉此人实在无耻 陈锋不屑地撇了撇嘴 微笑说道 好 虽然价值不对等 但是赌就赌吧 反正你也肯定拿不出 与舞阳圆鼎价值相匹配的东西 就你这点身价 就你这点年纪 怎么可能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陈锋这是直接将刚才他说的话 原路奉还 将董副会长气得满脸通红 羞怒无比 不少人都是没有憋住笑 底下传来一阵哈哈笑声 让董副会长脸色更加难看 他阴沉地看着陈锋 冷声说道 狂妄无知的小辈 待会儿我看你失败之后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看着场中的舞阳圆鼎 在场的这些三品炼药师 发出一阵滴滴的窃窃私语之声 这小子竟然能够拿出这么珍贵的炼药鼎 说不定他来头真的不一般呢 不过也有可能 这舞阳圆鼎 乃是赵松岩给他的 不大可能 赵松岩自己的炼药鼎都没有这么好 怎么会给他呢 我看这小子来历 说不定确实有点厉害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为妙 听到这些话 宇文都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然后陈锋 看向另外一名三品炼药师 这人刚才也是对他出言嘲讽非常厉害的一个 陈锋看向他 微笑说道 来吧 你也拿出赌注来吧 咱们两个也赌一把 那三品炼药师色力那人 吼道 小子你的命已经出去了 而除了你的命之外 最珍贵的应该就是舞阳圆鼎了吧 啊 不对 舞阳圆鼎应该是比你的命还重要 毕竟你这一条烂命又能值多少钱 现在你还能拿出什么来 你先拿出你的赌注来 我再拿出我的来 陈锋不耐烦地说道 好 那我就拿出来 让你也舍心 说着 陈锋右手向前平伸 手心摊开 然后 刷的一下 在他手心之中 一朵璀璨的红金色火焰 悄然闪现 高贵无比 炙热无比 散放着浓烈的光和热 隔着这么远 他们似乎都能感受到 里面那澎湃汹涌的热量 这 这是玄火 这朵火焰一出来 所有的炼药师 都是震惊至极 甚至齐刷刷地从座位之上站了起来 满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陈锋手心之中的那朵火焰 不 不是玄火 另外一个炼药师说道 比玄火要差了很多 没有玄火那么强横霸道 但是绝对也是非常上乘的火焰了 这 应该是某一种妖兽体内产生的火焰 可以称之为瘦火 这些炼药师们听了之后 一个个惊叹不已 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 艳险之极 这个年轻人 才十七八岁 年龄还不到他们的五分之一 却又有五阳原顶 这样厉害的炼药点 又有如此强大的瘦火 真是让他们羡慕无比 而不少人 刚才的窃窃私语声 也是变成了大声的议论 这个年轻人 又有五阳原顶 又有如此强大的守护 我看他的炼药水准一定不低 没错 光是这瘦火 就足以让他的炼药水平提升一个层次 说不定 他真可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不是说不定 而是极有可能至少八成以上 一名炼药师断然说道 听到这些话 宇文都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刚才得意洋洋的神色 现在刷的一下 全都消失了 他静一不定地看着陈锋 这小子 真有这么厉害 真能成为三品炼药师 而董副会长 脸色也是 变得非常难看 手指头不由地轻微抖动起来 陈锋看着手中的烈阳惊艳 微笑着 看向那名炼药师 说道 本章完 第1245章 完美表现 来吧 把你的赌注拿出来吧 我已经拿出来我的了 那三品炼药师 神色尴尬无比 他根本没有如此珍贵的东西 陈锋看着他 淡淡说道 我的烂命一条 确实没什么好珍贵的 我随便拿出一样东西来 都比我的命值钱 但你呢 就你这种人 身上最有价值的 应该也就是 你那条烂命了吧 不如这样吧 不如这样吧 你就把你那条 难命交出来得了 我用烈阳惊艳和你赌命 如何 你说了 你的命归我 我输了 烈阳惊艳归你 这名三品炼药师 看着陈锋 瑟瑟发抖 脸上露出畏惧之色 根本不敢赌 陈锋此时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 说明陈锋 极有可能能够成为 三品炼药师 此时他和陈锋对赌 很有可能失败 陈锋等了片刻 见他还是这般 忽然一声爆喉 赶紧吓住 刚才谁说要和我赌的 这名炼药师 浑身哆嗦了一下 忽然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向赵松岩哀求说道 会长大人 会长大人 看在我过往 也立下不少功劳的面子上 免了这个赌局吧 我不跟他赌了 我不敢跟他赌了 赵松岩侧头 看向其他地方 淡淡说道 你问他 这事我管不了 于是 他又赶紧向陈锋磕头 说道 我不赌了 我不赌了 求求你 我不跟你赌了 陈锋一声不屑的冷笑 没胆的东西 滚吧 这名炼药师 如蒙大赦 赶紧屁滚尿流地离开了大厅 好了 该打的赌都赌完了 现在 考核正式开始 赵松岩高声宣布说道 他这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目光 就全部都集中在了陈锋的身上 所有人都想看看 陈锋到底是真有三品炼药师的实力 还是一个草包 尤其是宇文都和董副会长 两个人都是最为关心 陈锋走到五阳园顶前面 手伸出 烈阳惊艳 直接摁在了五阳园顶的下方 然后只见 刷的一下 五阳园顶的顶身之中 便是腾起一棚巨大的火焰 陈锋看了之后 顿时惊喜 青木王顶能够将烈阳惊艳 在顶中放大到那一处火焰本体的十倍大小 而五阳园顶 则是可以将它现在的烈阳惊艳 放大到了三十倍大小 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 五阳园顶要远远胜过青木王顶 而且陈锋感觉 那火焰竟是有一种如臂食指 轻轻松松就能指挥的感觉 这种感觉 比之前用青木王顶的时候 要强烈好几倍 陈锋看向众人 微笑说道 今天我要炼制的丹药 是三品丹药中最难炼制的大环丹 话音落下 只见陈锋动作极为潇洒 行云流水一般 开始从戒子袋之中向外抛洒药材 看见陈锋的动作 董副会长脸色就变得有些不安了 陈锋的动作极为娴熟 一看就知道 乃是老手 用了五阳园顶之后 陈锋感觉特别好 虽然没有进入那种奇妙的状态 但是却给他一种极为舒服 极为惬意的感觉 似乎有着五阳园顶在 就什么事都能够做成 陈锋没有注意到 五阳园顶之上 散发着一股气息 让他心情安宁 更是充满了自信 这就是五阳园顶的神奇之处 他有尽心的功用 陈锋本来想低上几滴金晶元 金晶元可以提高大环丹的炼制成功率 但是产生了这种感觉之后 陈锋却没有使用 只见他动作极为潇洒地将药材 速度极快 但是却丝毫不乱地 扔进那一团火焰 然后 这些药材迅速地被融为药液 这些药液 又是迅速地被开始柔和 逐渐凝聚 逐渐排出杂质 逐渐形成丹药的雏形 陈锋的动作 极为地流畅 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地停顿 半个时辰之后 砰的一声 五阳圆顶的顶盖 直接打开 然后 一粒丹药 滴溜溜地飞了出来 陈锋伸开右手 这粒丹药飞入陈锋手心之中 逐渐旋转停止 露出了丹药的真容 毫无瑕疵 竟然是一枚超品大环丹 直到这个时候 陈锋才常常虚一口气 他好像刚才一直在憋着气一样 就好像 是只要气息一乱 就会将这种感觉打断 就再也无法进入 这种神奇的思绪之中 陈锋高高举起右手 高声说道 大环丹 超品 整个大殿 皆是陷入一片沉默之中 众人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之神色 这动作 太漂亮了 太舒展了 太流畅了 让他们感觉 这就不像真的一样 他们甚至都不忍心打断这动作 更不忍心这动作做完 陈锋就像是一个最高明的舞者 他刚才不是在练单 而是在作画 在跳舞 那舞蹈 每到了极点 让人在看的时候 甚至都屏住了呼吸 而看完之后 则是怅然若失 忽然 赵松岩率先站起身来 啪啪啪 开始鼓掌 接着 剩下那些三品练药师 也都是站起身来 一边用震惊至极的目光 看着陈锋 一边鼓掌 口中 更是发出震惊的呼声 陈锋的表现 堪称完美 不但炼制成功了三品丹药 更是直接将其提升为超品 赵松岩哈哈大笑 感觉陈锋也很为他长脸 他还视众人 沉声喝道 现在 将三品练药师徽章授与逢尘 谁还有意见吗 没有一个人说话 然后 赵松岩缓缓走入场中 来到陈锋面前 取出一枚徽章 这枚徽章 大约有八掌大小 呈现出土黄之色 以一种极为罕见的金属铸造 上面转刻着三枚小小的圆顶 看上去极为的滑美 而在背面 则是刻着两个字 逢尘 赵松岩微笑说道 这种徽章 极为的神奇 佩戴上这种徽章之后 进入任何一地的练药师协会都会进行检测 验证你身份有效之后 你便可以享受三品练药师的种种福利 说着 他将徽章亲自佩戴在陈锋的胸口袍服之上 微笑说道 恭喜你 冯臣 从此之后 你便是三品练药师了 本章完 第1246章 现在 磕头 叫爷爷 话音落下 大殿之中又是响起一片掌声 陈锋深深鞠躬 由衷感谢道 多谢前辈 不少人看着陈锋 目光极为艳险 他们都一百多岁了 才成为三品练药师 而陈锋不过十七八岁 就成为了三品练药师 但没有任何人质疑 陈锋的实力 在进入淋漓尽致的展露 他就是一位天才 一位练药天才 宇文都一声冷哼 脸色阴沉 站起身来 就向外走去 陈锋眯着眼 看着他 淡淡说道 宇文武市长 你这是要去哪里 宇文都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寒声说道 我去哪里 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是要离开这里 陈锋冷声说道 怎么 宇文武市长 打赌打得起 输却输不起吗 他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淡淡说道 刚才某个人 可是声称 若是他输了 若是我成为了三品炼药师 他可是要跪下来 给我磕头叫爷爷的 宇文都冷声笑道 我就算不履约 你又能如何 陈锋看着宇文都 一声爆吼 宇文都 立刻履行赌约 现在 就跪下来 给我磕头叫爷爷 声音凌冽无比 充满了杀技 宇文都看着他 目光之中充满了猙獰之色 狠声说道 小崽子 你敢不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你信不信 若你真让我履行了赌约 我让你走不出这炼药师协会的大门 陈锋淡淡笑道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你要有本事 让我走不出炼药师协会的大门 我也认 但是 今天你必须要履行赌约 宇文都满脸冷笑 我就是不履约 你又能如何 众人看了 心中都是鄙夷 此人当真是无耻 摆明了耍无赖 陈锋神色冰寒 手已经按在了屠龙刀的刀柄之上 就要动手 宇文都实力是不弱 但陈锋也丝毫不畏惧 他今天一定要逼着宇文都履行承诺 就在这时 忽然 赵松岩在旁边轻轻一笑 轻描淡写地看着宇文都 说道 宇文都 我在帝都武阳城 也不是不认识人 你今天若是敢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出这扇门 明天 武阳城就会传遍一个消息 堂堂宇文家族子弟宇文都 跟人打赌 最后却毁跃的消息 到时候 声名扫地的是你宇文家 说着 他一脸细血地看着宇文都 宇文都瞬间被戳中痛楚 立刻暴怒 大声吼道 赵松岩 你敢 赵松岩微笑道 你看我敢不敢 宇文都神色殷勤不定 他知道 赵松岩还真敢 而且 赵松岩在武阳城中 也是颇有关系 他很清楚这件事的后果 如果自己这么做了 消息在武阳城传开 宇文家族势必会声名受到影响 到时候 第一个要惩罚他的 就是家族中人 很快 他就理清楚了其中的利弊 终于 他看着陈锋 连连点头 神色冰冷 好 很好 风尘 小崽子 你很好 说着 他大步 走到陈锋身前 砰的一声 直接跪下 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 喊了一声 爷爷 陈锋手放在耳朵上 做喇叭状故意拉长了声音 大声喊道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再说一声 大殿之中 顿时爆出一阵笑声 众人都是笑得前仰后合 宇文都脸色胀得通红 愤怒吼道 冯尘 你不要欺人太甚 陈锋又是喊了一遍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宇文都用自己最大的声音 大声吼道 爷爷 陈锋脸上 那副装出来的表情 刷的一下 消失不见了 微笑着看着宇文都 哈哈笑道 乖孙子 这就对了吗 宇文都实在没脸 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刷的一下 身形一闪 直接离开 只是丢下一句话 冯尘 你给我等着 陈锋哈哈笑道 好呀 我等着 然后 陈锋又看向了董副会长 有了宇文都刚才的那一番冲突 董副会长知道自己 如果敢不履行赌约的话 今天只怕都很难走出这道门 于是 他非常干脆乖乖地把解体神单 交给了陈锋 陈锋直接收起来 看向董副会长 冷冷说道 辱人者 人恒辱之 你既然为老不尊 我当然就要狠狠扇你的脸 怎么样 脸被打得疼不疼 若是不够 我再删你几巴掌如何 董副会长气得浑身哆嗦 指着陈锋 脸色胀红 忽然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晕倒在地 他竟是直接被陈锋气得吐血 第二天一大早 陈锋就离开了隋阳军炼药师协会 现在 赵松岩已经没有办法教给他什么了 而传承幽兰圣火 现在则还不是时候 陈锋还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 陈锋离开这里 启程赶往狂战学院 很快 陈锋就走出去几十里远 他的目的地是青州 而想要到达青州 有一段路 乃是要经过屠龙山脉 此时冬天已过 春暖花开 冰雪消融 一路风景 倒还颇为不错 陈锋速度极快 在山道之上穿行 忽然 他身形戛然而止 直接停住 然后看着前方 冷冷说道 什么人 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 给我滚出来 几天没见 你这个小兔崽子的洞察力 倒是比原先强了不少 一个干枯沙哑的声音响起 接着 前方的山道之上 一块巨石后面 一个人缓步走了出来 陈锋看到他之后 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寒生说道 东方炎 是你 没错 就是我 东方炎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冯尘 你没有想到吧 我竟然得到了你踪迹的消息 特意在这里等着你呢 他哈哈笑道 我毕竟在隋阳俊炼药师协会待了这么久 里头很多都是我的人 想传递个消息 还是非常容易的 他此时极为得意 就好像他已经杀死陈锋一般 他用看死人一般的目光看着陈锋 冷笑说道 小兔崽子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 本章完 第1247章 你会的 我也会 陈锋看着他 感觉很是可笑 此人这样子 就好像吃定了自己 或许 他对自己的实力印象 还停留在原来 却不知道 这段时间 自己的实力 已然是突飞猛进 陈锋微笑说道 你就这么肯定 你一定可以轻松杀死我 不是肯定 这就是事实 东方言用一种 僻腻的目光看着他说道 你既然被我抓到了 那就代表你已经死了 没错 你洞察力 是比过去强了不少 但是洞察力再强 有什么用 我可是宁魂镜高手 他看着陈锋 不屑说道 你这个小兔崽子 知道宁魂镜高手 是什么概念吗 当初我将你打得惨不忍睹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 除非你已经突破 进入了宁魂镜 否则绝对不可能 是我的一招致敌 难不成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已经突破到了宁魂镜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他非常肯定 陈锋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陈锋已经不耐烦跟他废话了 淡淡说道 那不妨就是一事 既然你这么着急去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东方炎凌空跃起 一拳向着陈锋狠狠轰击而来 这一拳声势颇为浩大 已经是宁魂一重的实力 而陈锋就站在那里 嘴角挂着一抹微笑 背后屠龙刀也没有解下 同样一拳轰击而出 砰的一声 两拳相撞在一起 陈锋一动不动 东方炎则是连退四五步 脸上一白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吐出 他感觉浑身剧痛 胳膊已经被震断 他满脸震惊地看着陈锋 说道 怎么可能 你竟然有了宁魂镜的实力 陈锋看着他 微笑说道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我确实已经突破 进入了宁魂镜 东方炎根本不愿意相信 这个事实 惊呼说道 怎么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你怎么可能突破到了宁魂镜 陈锋哈哈大笑 你自己太废物 不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废物 说着 陈锋大步向前 又是一拳轰击而出 声势浩大 东方炎接了这一拳之后 连连后退 又是吐出一口鲜血 陈锋的礼不饶人 继续向前攻击 东方炎连接了他三拳 被震得拖了三口血 他的右臂 已经被完全震碎 没办法 只能用左臂迎敌 左臂也被震碎 他感觉自己浑身剧痛 似乎身体 都要被震成不知道多少劫 东方炎骇然无比 这逢尘 实力进展实在是太快了 没多久之前 还被我打得惨不忍睹 现在情况却是恰好反了过来 他忽然发出一声凶狠的咆哮 拼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疯狂轰出一拳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神笑 一拳击出 但就在此时 东方炎目光之中 闪过一抹诡诀之色 在陈锋身后 灭杀囚龙悄然发动 向着陈锋后背 狠狠轰击而来 此时陈锋想要回身抵挡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东方炎得意地哈哈大笑 逢尘 这才是我的真正绝招 你记性怎么这么差 这么快就忘了吗 这灭杀囚龙 你已经无法抵挡 只能用身体硬扛 我这灭杀囚龙 威力极大 绝对能够将你打成重伤 陈锋看着他 微微一笑 是吗 然后下一刻 在他身后 灭杀囚龙也是悄然出现 陈锋的灭杀囚龙 比东方炎的 威力更大 形成的空气障壁更强 砰的一声 空气障壁撞在一起 陈锋的灭杀囚龙 直接将东方炎的 灭杀囚龙撞得阴灭 东方炎得意的笑容 凝固在了脸上 然后下一刻 他就不敢置信地 失声大喊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也会灭杀囚龙 陈锋微微一笑 凭什么 救你会我不会 还是那句话 别把别人想了 跟你一样废物 我只要想学 自然就能会 东方炎几乎快崩溃了 他忽然发出凄厉的喊叫 转身就想外逃去 陈锋哈哈一笑 想逃 逃得掉吗 灭杀囚龙 悄然发动 空气胀壁 砰的一声 轰在东方炎后背之上 直接将他轰得狂喷鲜血 重重摔在地上 浑身骨折 根本爬不起来 然后 陈锋缓缓走过去 微笑说道 东方炎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 他将东方炎刚才说的话 全部奉还 东方炎看着他 满脸怨毒之色 陈锋 你以为 你击败了我 就代表你赢了吗 哈哈 他大声笑道 你太天真了 忽然 他高声向着远处咆哮道 姓宇文的 你到底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他话音刚落 在远处 一座山坳后面 一个人影 缓缓转了出来 刷的一下 看起来他似乎只是一步迈出 但是 就已经来到了两人身前 此人 正是宇文都 他看着地上的东方炎 微笑说道 东方炎 辛苦你了 谢谢你帮我查探出了陈锋的真实实力 东方炎看着他 狠声说道 我就知道 你在利用我 宇文都哈哈笑道 没错 我就是在利用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东方炎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狂呕出一口鲜血 凄厉吼道 我知道你在利用我 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我现在身受重伤 都快死了 我甚至都不奢望你会救我 我只求你 能够让我在死前看到 风尘比我先死 我求你 杀掉风尘 这个要求 我倒是可以满足 宇文都哈哈笑道 然后 他转头看向陈锋 微微一笑 风尘 咱们两个又见面了 虽然他在笑 但是笑容之中 却是充满了怨毒和憎恨 还有着浓浓的得意之色 陈锋看着他出现 一点都不惊差 他知道 宇文都是那种 雅字必报的性子 自己硬逼着他 磕头叫爷爷 他不恨透了自己才怪呢 陈锋看着宇文都 嘴角细血一笑 乖孙子 见到你家爷爷 怎么还不上来磕头 连点规矩都不懂了是吧 本章完 第1248章 我就是这么强大 他一提起这个 宇文都脸上瞬间露出极度争鸣之色 充满了恨意 他狠狠地看着陈锋 好 冯尘 你胆子够大 竟然还敢说这句话 我本来打算 今天直接就杀了你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一定要好好折磨你才对 待会儿 我要让你跪在地上喊爷爷 喊什么 陈锋忽然问道 喊爷爷 宇文都大声说道 陈锋哈哈笑道 对对对 再叫一声爷爷听听 乖孙子 宇文都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陈锋给耍了 他暴跳如雷 指着陈锋 大声吼道 冯尘 你今天必须死 陈锋微笑 倒也未必 还未必 刚才东方言已经测出了 你的真实实力 你不过就是宁魂一重而已 我可是堂堂宁魂四重高手 要杀你轻而易举 宇文都大声咆哮道 死吧 说着 他又是一步踏出 转眼间 就跨过十米距离 直接来到陈锋身前 他这步伐 非常玄傲 同时给人一种极为难受的感觉 明明只是跨出一步 但却是跨越如此大的距离 他直接来到陈锋身前 一拳轰击而出 他的拳头轰出的一瞬间 似乎变大了许多倍 等到完全轰出的时候 已经是足足有三四米那般巨大 看起来 陈锋就要被这一拳完全轰碎 陈锋也是不甘示弱 一声轻喝 同样一拳轰击而出 两个拳头撞在一起 宇文都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而陈锋则是蹬蹬蹬后退了好几步 脸上闪过一抹清气 嘴角有鲜血一出 宇文都哈哈大笑 冯辰 我就告诉过你 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咱们两个 差了三个境界 我可以轻松杀掉你 刚才 我只是 用了七成的力量而已 下一拳 我会用十成的力量 说着 又是一拳轰出 陈锋同样挥拳相迎 这一次 陈锋则是被直接打飞出去 落地之后 又亮亮呛呛倒退十几步 方才站稳 一口鲜血 哇的一声喷出 宇文都哈哈大笑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咱们两个的巨大察觉 陈锋看着宇文都 微笑说道 看来你很肯定 可以轻松击杀我了 宇文都傲然说道 那是当然 陈锋微笑 其实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什么秘密 宇文都皱着眉头说道 陈锋一字一句 轻声说道 刚才 我连自己的十分之一的力量 都没有发挥出来 什么 怎么可能 宇文都大惊失色 陈锋朗声长笑 已然是解下了背后的屠龙刀 然后他整个人 气势暴涨 在他身后 青龙武魂骤然出现 陈锋高高举起屠龙刀 一声利吼 向着宇文都疯狂斩去 宇文都感受到 那股铺天盖地到来的强大力量 口中发出震惊之极的呼声 宁魂四重 你的实力 绝对不弱于宁魂四重 你怎么可能这般强大 陈锋哈哈大笑 事实就是 我就是如此强大 说着 屠龙刀已经斩到了宇文都眼前 宇文都拼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以十二成的力量 轰出一拳 但是根本没用 砰的一声 他的拳势 直接就被屠龙刀碾碎 然后 屠龙刀轰击在他的拳头之上 直接将他的拳头 震成碎线 接着 屠龙刀于是未竭 又是狠狠地斩在他的身体之上 他的整个半边身体 都被拍成了肉泥 就这一下 便已经让他重伤冰死 再无战斗力 接着 陈锋又是一刀狠狠斩出 宇文都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 口中大声吼道 冯尘 你不能杀我 我出生于帝都宇文家 你敢杀我 宇文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陈锋哈哈笑道 那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 全都送进地狱里陪你 这一刀 斩在了 他的双腿之上 直接将他双腿砸成碎线 再也没有任何反击之力 然后 陈锋走到他面前 双掌按在他的身体之上 九阴九阳神功疯狂运转 如同长径吸水一般 将他体内真元 尽数吸入自己体内 在旁边 东方炎完全傻了 他本来满脸激动 感觉自己下一刻就要看到 陈锋被宇文都清风击杀 却没想到 看到的是 截然不同的画面 被击杀的确实有 但是却变成了宇文都 他不敢置信地吼叫道 你竟然能够杀了宇文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他甚至声音里头 已经带着了哭腔 看着陈锋 嚎啕大哭 你怎么能这么厉害 他的精神 已经完全崩溃 陈锋很快 就将宇文都体内真元净数吸收 然后轻轻一掌 直接将他拍死 只是 陈锋却没有留意到 在宇文都死后 在他身体之上 似乎有一点光芒一闪而过 陈锋走到东方炎身前 盯着他的眼睛 忽然一声嘀吼 东方炎 看着我 东方炎不由自主地 就向陈锋看去 然后他就感觉 自己会如同被一个大锤击中一般 浑身聚颤 瞬间变得目光呆滞 原来 陈锋已经侵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中 陈锋那一抹透明神光 刷的一下 侵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中 然后疯狂地吸收东方炎的精神力 片刻之后 就将东方炎的精神力 吸收干净 东方炎虽然也是是魂师 但是 却没有魂仆 算是比较差的那种 所以 陈锋吸收了他的精神力之后 透明神光从一丈六尺长 长到了一丈八尺长 仅仅长了两尺而已 然后陈锋又将他体内真元 尽数吸收干净 吸收了他的真元之后 陈锋的丹田之中 一股异样的感觉传来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容 我已经踏入宁魂境一重巅峰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进入宁魂境二重 一片荒山之中 月色如水一般洒下 夜风轻浮 已然少了几分冷意 带着几分春天的气息 一块大石之上 陈锋正在盘膝而坐 闭目修炼 旁边不远处 则是扔着一头庞大的尸体 足有四五十米长 本章完 第1249章 狂兽门 这乃是一头七品灵兽 陈锋刚刚将其击杀 修炼了许久 陈锋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感受到丹田之中 那真元海洋之中的澎湃 此时 金拳已经完全恢复 正在鼓鼓涌动 充满着生机 真元海洋 也是被镀上了一层 极为浅淡的金色 当然 甚至现在 这种金色还微不可见 陈锋轻声自语道 距离宁魂二重 只有一线之隔了 我或许需要一个契机 才能突破 他正要起身 准备赶往青州 忽然这时 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喊杀之声 还有人的惨叫之声 随风而来 陈锋眉头皱了皱 还是向那边赶去 一片山谷之中 此时一场激战正在发生 四个人正在被围在其中 这四个人 年纪都不大 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少年 三男一女 而围攻他们之人 则是足足有二三十个 都是身穿黑衣 领头的乃是一个魁梧的黑衣大汉 而他的额头之上 竟是长着一只独角 显然也并非是普通人 而是一族 这名独角大汉 身高足有三米 如同一截铁塔一般 极为的威武雄壮 他看着那三男一女 嘴角露出一抹猙獰 喉咙中发出嘀吼 把你们四个人的邀请函交出来 我给你们一个痛快 想让我们把邀请函交出去 那是做梦 四个人中 为首的是一个长相朴实 甚至有些憨厚的平凡青年 此时 他神色极为坚定 看着独角大汉 一字一句说道 他那平凡的面容之中 似乎带着一股坚定不移的力量 让人为之动容 其他几人 本来都有些惊慌 看到他的神色之后 也是安定了下来 他们大声说道 没错 就算是杀了我们 你们也拿不到邀请函 独角大汉 哈哈一笑 几个小崽子 倒还挺硬气 行啊 你们既然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至于邀请函嘛 等你们死了 我自然有办法 取道 几个少年满脸愤怒说道 狂战学院的邀请函 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天赋 和努力而拼来的 你们想要 就自己去拼 抢我们的 算什么本事 独角大汉 哈哈大笑道 我就要抢你们的 你们又能怎样 那平凡青年口中 蹦出两个字 无耻 哈哈 无耻 没错 我们是无耻 那又怎样 独角大汉脸上 露出刻骨恨意 说道 也罢 既然你们都要死了 我就让你们当个明白鬼 他满脸痛恨说道 狂战学院那群 该死的狗东西 根本就瞧不起 我们这些所谓的歪门邪道 只有你们这些 所谓正道之人 有资格参与邀请函的争夺 而我们 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来杀你们了 然后伪装成你们的身份 进入狂战学院 这些少年惊呼喊道 你们 你们竟然是邪魔外道 没错 独角大汉一声咆哮 然后 他身后那些人 忽然齐声发出怒吼 将身上的黑色衣服尽数扯去 一个个气势疯狂提升 体型暴涨 他们刚才还是一副正常人类的样子 现在身上 则都是出现了妖兽的特征 有的长着一颗尸头 有的长着豹子的尾巴 看上去非常的猙獰可怖 独角大汉哈哈大笑道 我们就是大秦国作为七大邪门歪道之一 狂兽门之人 竟然是你们 这些少年 脸色一片惨白 脸上都是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就连躲在暗处的尘封 眉头也是微微皱了皱 狂兽门 在大秦国可谓是 声名狼藉 据说 狂兽门里面所有人 都并非是纯种人类 而是带有一丝妖兽血统 所以 他们的肉体强度 远远胜过一般人类 修炼起来的速度 则是远远胜过一般要收 而且 他们也能觉醒五魂 觉醒的五魂 多半是和他们自身的受体形态有些关系 所以 可以说 他们极妖兽与人类的长处于一身 实力强大 极为难缠 若不是这些年来 大秦国各方势力 一直联手绞杀 只怕他们早就已经是势力庞大 不可遏制 他们被大秦国曾经无数次打压 逐渐转入暗处 但是也时不时传来 他们屠杀某个小镇 某个城市的事情 让人文之色变 却没想到 竟在这里碰到了 沉稳青年回过头来 看着三名同伴 微笑说道 他们既然已经赶亮明身份 说明肯定要杀了咱们 你们怕不怕 怕 怎么不怕 另外一个高手青年哈哈一笑 但是再怕 也不会缩 大不了就跟他们拼命了 独角大汉立声吼道 别再跟他们废话了 杀 说着 黄兽门众人 向着四名少年杀了过去 很快 众人便杀成一团 陈锋在旁边冷眼旁观 很快就看出来 四名少年 实力都不算弱 四个人 都是已经达到了 宁魂静一重 在他们这个年纪来说 绝对算是相当罕见 果然 黄战学院 不愧是青州三大学院之一 录取的弟子 都可以算得上是天才 当然 他们是远远比不上陈锋的 而这些狂兽门之人 实力也都非常强悍 更重要的是 他们人多势众 三十余人里面 足足有十几个 都是宁魂一重 而那独角大汉 更是足足有宁魂二重的实力 很快 四名青年都是已经浑身染血 身受重伤 四个人中 那名女子实力最弱 而这些狂兽门之人 也都是非常无耻 看准了她的弱点 都对她进行攻击 很快 一名长着红色狼头的狂兽门之人 手持一根金色长棍 狠狠打出重重的打在她双腿之上 直接将她打得摔倒在地 口中发出一声痛楚的闷哼 花容变色 而那独角大汉 看准了机会 哈哈大笑 双拳疯狂轰击而出 直接轰向这名高挑女子的头颅 若是打实了的话 直接就可以将这名女子脑袋完全轰碎 直接生死 这个时候 另外两人都被缠住 甚至就连平凡青年 也是一时脱不开身 本章完 第1250章 救人 只见平凡青年目自欲裂 一声大吼 竟是用后背 硬生生受了另外两个狂兽门中人的攻击 然后身体凌空跃起 直接挡在那名女子身前 砰的一声 这独角大汉的双拳 狠狠地轰击在他胸膛之上 直接将他打得疯狂呕血 身受重伤 但他却还是挡在女子身前 而另外一名高兽青年 性情刚烈至极 见到此状 一声咆哮 手持长剑向这独角大汉杀来 另外 几名狂兽门中人 手中长剑 也是向他身上刺去 他根本不管不顾 直接让长剑刺中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一剑 狠狠刺在独角大汉身上 竟将这独角大汉的肩胛骨 直接刺穿 独角大汉身受轻伤 痛苦至极 一拳轰在他胸膛上 直接将他打得呕血 被砸出去几十米 身上伤口 更是鲜血淋漓 陈峰在旁边看得 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容 这几个人 平凡青年踏实厚重 甘为牺牲 高瘦青年 性情刚烈淋漓 四人的品行都很不错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 人类之中的年轻俊杰 陈峰也是下定决心 要救他们四人一命 不过 陈峰想了想 还是穿上一件 裹住全身的黑色斗篷 穿戴完毕之后 他忽然缓缓 从石头后面走了出来 那些狂兽门中人 都带有一丝妖兽血脉 对气息非常的敏感 立刻察觉到了 那独角大汉 默然回头 立声吼道 什么人 既然来了 就连你一起杀 陈峰喉咙之中 发出一声低沉的声音 来杀你的人 说着 他身形极闪 刷的一下 速度极快 直接来到战团中间 然后一拳 狠狠轰出 将一名狂兽门之人 直接轰成漫天血雾 看到这一幕 所有狂兽门之人 顿时都是瞳孔一缩 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被陈峰杀掉之人 实力也是达到了宁魂一重 却是被这个古怪的黑衣人 直接击杀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可见 此人实力绝对极高 那独角大汉 脸色巨变 高声喊道 朋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咱们是不是有所误会 陈峰哈哈大笑 有什么误会 我就是来杀你们的 邪魔外道 人人得而诛之 说着 身形连闪 又是接连杀了三人 独角大汉 大声吼道 朋友 我们可是狂兽门之人 你这是与狂兽门作对 我们定然与你不死不休 陈峰微微一笑 好呀 那我就将你们尽数杀光好了 独角大汉看出来了 这个古怪的黑衣人 就是要杀掉他们 此事绝难善了 于是 他大声吼道 弟兄们 他要杀光咱们 跟他拼了 拼了 这些人 都放弃了面前的对手 向着陈峰杀去 将陈峰围在中间 陈峰朗声长笑 来得好 他身形一闪 直接躲过了几人的攻击 来到他们背后 然后双拳轰出 将他们直接轰杀 只见他如同鬼魅一般 在这些人中飘来飘去 每次出手 必能带走一人性命 陈峰刚才将屠龙刀放在了大石后面 有屠龙刀在手 他可以斩杀宁魂四重高手 而且是非常轻松 现在虽然没有屠龙刀 但是也没有屠龙刀压制他体内的真元 他的实力足以匹敌宁魂三重高手 杀戮这些人 不过是轻而易举 转眼间 陈峰已经将他们尽数杀光 只剩下独角大汉一人 砰的一拳 陈峰直接轰在独角大汉的肚腹之上 直接将他胸腹处轰然震断 身体裂成两半 飞出去几十米 独角大汉 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 然后陈峰 凌空跃起 又是一拳 将他胸膛轰碎 此时 独角大汉已经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但他的生命力 当真是极为顽强 此时还没有死 冲着陈峰 满脸怨毒地吼叫道 狂兽门 不会放过你的 说着 忽然狠狠地咬了咬牙 露出极度痛苦之色 他那张脸一阵抽搐 忽然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 而他头顶之上 那只独角 则是刷的一下 速度极快 直接向着极远处头去 陈峰想要阻止 却是发现 已经追不上了 那只独角 直接消失在远处天边 陈峰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缓缓落地 向回走来 那四名青年 看着陈峰 满脸激动之色 平凡青年 直接走到陈峰身前 大声说道 阁下 不知如何称呼 拧救了我们四个 对我们的恩情 言语难以形容 我们感激不见 陈峰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转身回到大石后面 然后拿起屠龙刀 迅速离去 只剩下那四个人在后面 看着他的背影 满脸激动 那高调美艳的少女 捧着胸口 一脸花痴的表情 啊的一声尖叫 这位前辈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人吗 神龙剑手不见尾 陡然出现 解救了咱们四个 然后一语不发 迅速离开 这才是传说中的高人风范 那高寿青年 一脸无奈地捂了无脸 一副认识他很丢人的样子 然后敲了敲他脑袋 说道 行了 别在这里放花痴了 你听他的声音 那么年轻 分明就是一个跟咱年纪差不多的 平凡青年点点头说道 叶云说的没错 从声音来看 他确实是一个年轻人 甚至可能年纪比咱们还小 高调美艳少女啊的一声 又是发出一声尖叫 双眼里头 似乎要冒出星星来了 说道 他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我真是太崇拜他了 此人绝对是一个天才 旁边那个年轻人 长着一张圆脸 脸上挂着一丝流里流气的笑容 他黑黑一笑 很是欠奏地说道 哎 若是我也有这么强大的实力该多好 那样的话 堂堂估计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了 说不定 今天晚上 我俩就要动房 高调美艳少女 名为唐宰烟 听了这话之后 一张翘脸 顿时羞得通红 狠狠地瞪了那圆脸年轻人一眼 高声叫道 流氓 你这个臭流氓 是不是逃打 本章完 第1251章 不限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撕赖你的嘴 说着 就扑上去要收拾他 流氓赶紧抱头鼠窜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堂堂你这个死花痴 平凡青年看着他们两个 一脸的无奈 青州 陈锋经过几天的跋涉 终于来到了这里 看着面前 这座巨大无比的城池 陈锋心中涌起浓浓的震撼 当初刚到丹阳郡城的时候 他就感叹丹阳郡城的巨大雄壮 而青州 比丹阳郡城还要大十倍以上 城墙高大如同山巒 街道之上 摩肩皆种 人来人往 武者众多 每一个实力都是相当强大 甚至陈锋看到 有不少骑乘着灵兽之人 这在丹阳郡城 几乎是见不到的 甚至 那些灵兽品级还不低 达到了四品五品灵兽 这是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是一个天海进高手 竟然将一个天海进高手骑在身下 时不时有庞大的车队进入城门 然后又很快消失在这巨大城池之中 这一切都让陈锋有点眼花缭乱 忽然 陈锋心中一酸 他想起了自己刚刚进入丹阳郡城时候的样子 也是如现在这般 好像没见过什么世面 那时候 紫月在他耳边轻声调笑 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而现在 紫月却是已经陷入沉眠之中 陈锋轻轻吸了口气 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紫月了 紫月 你究竟怎么了 暗老说你沉睡了 可是为什么 我找了那么多修复神魂的药材 给你用下去 都不见好转 似乎感受到了陈锋的想法 暗老在旁边悄然出现 看着陈锋 眉头紧锁 轻声说道 紫月这丫头的情况 有点特殊 本来我只以为她是灵魂之力消耗过大 魂魄受损 用点修补魂魄的药物就可以了 却没想到 你前后找了几十种药 给她用下去 都不行 她依旧陷入沉眠之中 陈锋有些着急问道 那应该怎么办 暗老轻声说道 现在看来 只有一个办法 陈锋急切问道 什么办法 有一种丹药 名为幻魂丹 可以唤醒沉睡的魂魄 这是一种无品丹药 相当珍贵 以你现在的层次 别说炼制 就算是接触 都很难接触到 只能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寻觅到这种药物了 陈锋重重点头 神色坚定说道 我一定会找到这种丹药的 一定能够让紫月苏醒 陈锋打听到了 狂战学院所在位置 然后向着那里走去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 热情的喊声 这位小兄弟 你也是去狂战学院的吗 陈锋回过头来 心得好巧 在他后面 有四个人正 很是热情地看着他 而说来也巧 这四人 正是昨天晚上 在外面荒山之中 被陈锋救了性命的 只不过显然 此时他们根本没有认出陈锋来 四个人有些惊奇地打量了 陈锋后背背着屠龙刀一眼 然后那平凡青年 便微笑说道 这位小兄弟 我刚才 听到你打听狂战学院 你也是去那里的吧 那正好 咱们可以同行 陈锋想了想 说道 好 那就一起去吧 五个人年岁都差不多 陈锋比他们还要带小上几岁 得知了陈锋的年岁之后 唐紫烟很是夸张地叫道 陈锋 你今年竟然才十八岁 就已经达到宁魂一重了 太厉害了 他忽然边扁边嘴 一脸委屈地 看着其他三人 说道 本来我觉得 咱们四个天赋都够好的了 没想到 刚来到这儿 就接连受到打击 陈锋比咱们 还小四五岁呢 跟咱们一样的修为 还有昨天那位存在 年纪也不大 实力却是那般恐怖 一路走着 陈锋也很快和他们熟悉起来 这平凡青年 人很朴实 也非常的热情 就像一位大哥一样 性子极好 而陈锋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冷兮 高寿青年名叫叶云 性子有点冷 但是人却不坏 直来直去的 另外一个圆脸青年 则是名叫流氓 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人如其名 流里流气的 性子很有点流氓的意思 经常出口调笑唐仔烟 不过每一次都被唐仔烟 打得屁滚尿流 而唐仔烟 就是这个高调美艳少女 大大咧咧的 非常爽朗 陈锋也很喜欢他们的性子 很快 五个人就熟悉起来 已经是如同朋友一般 青州城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足足走了三个时辰 才来到位于城北的狂战学院 狂战学院 占地面积极为广大 极其高大的围墙 将这里和青州城其他地方分开 围墙外面 则是一个巨大广场 此时 广场之上 人来人往 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 今天乃是狂战学院开学的日子 他们都来报道 这些年轻人中 很多都是衣着华贵 显然身份尊贵 而他们的气势也是非常的庞大 更有一些年轻人 胯下骑乘着灵兽 唐紫烟忽然一拉陈锋的袖子 尖叫喊道 陈锋 快看快看 陈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就瞧见一个身穿紫袍 二十余岁的少年 骑在一匹巨大的金色鳄鱼身上 缓缓行过 这头金色鳄鱼 足足有六七十米长 身上气势非常的庞大 竟然是一头七品灵兽 陈锋看了之后 也是不由得有些惊讶 唐紫烟惊叹喊道 七品灵兽 堂堂七品灵兽啊 泽泽 我这辈子要能骑一次七品灵兽 死了也值了 这些青州城大家族家的子弟 真是好呀 得天独厚 从小拥有无穷资源 甚至还能够骑成 如此高品级的灵兽 而这个时候 旁边 一头浑身火红色的巨狼 向着这边狂奔来 上面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粗壮青年 直接来到那金色鳄鱼旁边 唐紫烟又是一声尖叫 陈锋快看 这是一头八品灵兽 那两个人 似乎是听到了唐仔烟说的话 向这边看了一眼 紫袍少年的目光 在唐仔烟 陈锋等人脸上扫过 然后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淡淡说道 又是一群剑民 本章完 第1252章 第二次挑衅 一看就知道 刚来到青州这种大地方 什么都没有见识过 真是丢人 这种人也配进入狂战学院 他旁边的那粗壮青年 哈哈大笑道 叶天 你看看你 怎么说话呢 这些剑民出身又差 实力又低 还没有见识 应该好好可怜可怜他们才是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再说了 你这样直接跟他们说话 万一他们回应了怎么办呢 那岂不是成了咱们 跟他们对话了吗 跟这种剑民对话 对咱们来说都是 一种羞辱 叶天笑道 没错 没错 昌盛大哥你说的对 是我貌爽 说着 两人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 笑容之中充满了细血和不屑 尘封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众人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愤怒之色 但冷惜强行地压制了下去 他轻声说道 走吧 不要理会他们 咱们惹不起他们 他们是青州的贵族 青州有很多贵族 而这些贵族家的子弟 根本就瞧不起陈锋等人 认为他们乃是贱民 甚至就连跟他们说话 都觉得是受了羞辱 陈锋等人继续向前走去 在他们身后 紫袍少叶天和 粗壮少年昌盛 两人都是发出一阵不屑的笑声 在广场的正中央 树立着一个 足足有六七百米高的巨大雕像 这雕像乃是一个身穿金色铠甲 一头黑色长发 面容刚毅的年轻男子 他手持长剑 直指苍天 似乎要将这苍天刺穿一板 冷惜抬起头来 看着这巨大雕像 用一种惊叹般的语气说道 这是青湛天的雕像 青湛天 陈锋在旁边挑了挑眉头 问道 这又是谁 冷惜看着他 轻声说道 青湛天乃是当初跟随大秦帝国开国皇帝 东征西战的九大将军之一 他的实力强横无比 后来被封为青郡王 负责镇守青州 这青州 甚至都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而他的家族 也是统领着整个青州 当代青郡王亲无敌 便是他的直系子孙 而这狂战学院 也是青湛天一手创办的 所以黄战学院之前永远供奉着青湛天的雕像 青湛天强大无比 据说当年再有一次战役之中 一箭斩杀敌人三百余名宁魂境巅峰强者 甚至还斩杀了许多超越了宁魂境级别的强者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众人听得悠然神往 一箭斩杀三百余名宁魂境巅峰强者 这是什么样的强大实力 冷戏忽然看着众人 面色异常认真 大声说道 终有一天 我也要成为像青湛天这样的大英雄 大豪姐 陈锋微笑说道 你一定可以的 而在这时候 旁边忽然传来一声不懈的冷笑之声 就你们这一群剑民 还敢说这样的话 还想成为青湛天这样的存在 真是做梦 醒醒吧 现在天还是亮着的呢 陈锋眉头拧起 回过头来 一看又是叶天和昌盛这两个人 陈锋感觉很是腻挽 这两个人 还有完没完了 他看着两人 冷声说道 你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两人根本都不回答 一脸高傲地看向旁边 似乎跟他说话 都非常丢人一样 昌盛上下打亮了唐仔烟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银邪之色 如同施舍一般说道 你这个剑民女人 你不是想骑一下七品灵兽吗 好呀 你只要是让我玩一晚上 我就让你骑一骑我这八品灵兽 说着 哈哈大笑 笑声之中充满了细血 他们这种贵族 根本就没有把陈锋等人当成人 随意地戏耍 陈锋眼中怒火蒸腾 踏前一步盯着昌盛 韩生说道 你说什么 有胆量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昌盛看着他 感觉很是可笑 大声笑道 你这个剑民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信不信我直接废了你 陈锋看着他 目光冰冷 好呀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废了我 陈锋此时 心中已然是暴怒 这一路上 他和唐仔烟等人相处得非常好 唐仔烟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爽朗的姑娘 并不是那种爱慕虚荣之人 他只是心里有什么 就说什么 此时 他们竟然如此侮辱唐子烟 陈锋忍不了 昌盛看着陈锋 目光阴冷说道 剑民 想清楚后果 我的实力 远远不是 你能够比你的 像是我这种出身高贵之人 实力之强大 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 跟我比 你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我轻而易举 就可以杀了你 陈锋正要说话 这个时候 冷戏忽然拉住了他 压低声音说道 陈锋兄弟 别冲动 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的 他们实力强大 势力也非常庞大 你就算是被他们杀了 也没有人会管 死也白死了 而唐仔烟 也是拉着陈锋的袖子 满脸委屈说道 陈锋 别因为我跟他们争斗了 咱们惹不起他们呢 他眼睛通红 眼泪依然是在眼眶中打转 心中委屈无比 陈锋深深地吸了口气 将这口奴火 暂时压了下去 他可以去战斗 他无所畏惧 甚至他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两人绝不是他的对手 他可以轻易将这两人斩杀 但是 他不能连累冷戏和唐仔烟他们 看到陈锋这般表情 昌盛得意至极 哈哈大笑 看着陈锋 不屑说道 贱民就是贱民 一点胆量都没有 这就缩了 夜天也是指着陈锋 不屑说道 没那个实力 就别学别人英雄救美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看看你算是什么东西 英雄救美没救成 突然受辱而已 说着 两人大笑离去 昌盛还回过头来 看着唐仔烟 满脸银邪之色 说道 贱民小妞 什么时候想七下八品灵兽了 别忘了来找大爷 把大爷伺候舒服了 大爷一定让你得偿所愿 本章完 第1253章 谁废了谁 陈锋等人脸色沉重 连话都不愿多说 直接向着狂战学院走去 狂战学院门口 放着一张桌子 桌子后面 则是坐着一个身穿白袍 六十余岁的老者 老者神色淡然地坐在那里 而时不时的 有狂战学院的学子 走到面前递上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老者在上面确认 这人才可以进入狂战学院之中 陈锋等人 走到白发老者面前 冷戏在最前面 取出自己的邀请函 递给白发老者 恭敬说道 叫习大人 这是我的邀请函 白发老者 却是眼皮都没抬一下 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冷冷说道 滚一边待着去 冷戏顿时愣住了 而这个时候 两头巨大妖兽在旁边停下 叶天和昌盛从上面跳了下来 叶天视微一般地 瞟了冷戏等人一眼 走到白发老者面前 递出自己的邀请函 他的邀请函乃是金色的 老者对待他 跟对待陈锋等人 完全是不一样的态度 他只是大略地扫了一眼 叶天的邀请函 便很是温和地笑道 叶天 青州城叶家的三子 实力强大 天赋极高 年仅十八岁 就已经达到了 宁魂境一重巅峰了 不错不错 可以算得上 是个少年天才了 然后昌盛 也走上前去 递上了自己的邀请函 老者脸上笑容更加浓厚了 甚至戴上了一丝 谄媚和巴结 看着昌盛 哈哈笑道 昌家的大少爷 实力达到了宁魂境二重 甚至已经是不弱于 狂战学院之中的一些二年级生 甚至三年级生了 我看 你甚至有希望 竞争此次新生之中的第一高手 昌盛哈哈大笑 丝毫不谦虚说道 我就是冲着那个来的 他们两个地上邀请函之后 却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站在旁边看着 这个时候 冷戏又一次上去 将自己的邀请函 递给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才勉强地接了过来 神色冰冷地看了他一眼 不耐烦地说道 进去吧 然后 又是唐紫燕等人 很快 四个人都已经把邀请函递上去了 轮到陈锋 陈锋走上前去 看着白发老者 淡淡说道 我没有邀请函 他下一句刚想说 但是我这里有一封推荐信 而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 在他身后 又是那个充满了细血和高傲的声音响起 哼 连邀请函都没有 就赶上狂战学院来 你这个贱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另外一个声音也是响起 贱民就是贱民 一点规矩都不懂 没有邀请函就赶来 我看应该废掉你的修为 直接把你打出去 陈锋眯着眼睛 目光之中闪过一抹杀机 他回过头来 果然 正是夜天和昌盛 两人此时 正满脸 不懈地看着陈锋 神色非常高傲 陈锋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个 伸出三根手指头 寒声说道 是不过三 刚才那两次我都忍了 这一次我 绝对不会再忍 哈 你还不会再忍 你就算不忍 又能怎样 夜天哈哈笑道 而昌盛 则是神色冰冷地看着陈锋 非常狂横地说道 贱民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告诉你 我今天就要 废了你的修为 说着 他看向白发老者 道 教席大人 我在这里废掉他的修为 没有事情吧 那教席大人微微一笑 他连邀请函都没有 根本就算不得 我狂占学院的人 你想怎么收拾他 我都没有意见 那就好 昌盛哈哈笑道 陈锋看着昌盛 点点头 你要废掉我的修为是吧 好 我本来没有想下次中手 既然这样 那我也只好 废掉你的修为了 什么 废掉我的修为 昌盛哈哈大笑 你这个贱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什么话都敢说 这个时候 旁边走过来一群人 这群人一个个都是衣衫华贵 显然都乃是贵族出身 他们满脸不屑地看着陈锋 敌意极为浓厚 其中一名青山少年 看着昌盛 微笑说道 昌盛 你怎么才废掉他的修为 他敢这么说话 我看你应该直接杀了他才对 你是不敢 还是没有那个能力 昌盛显然跟他关系不好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水无痕 这就由不得 你来操心了 他走到陈锋面前 逼试着他 你是要我废掉你的修为 还是自己来 陈锋微笑道 我选择废掉你的修为 剑谜 真是找死 昌盛一声咆哮 一拳向着陈锋轰去 冷戏等人都是看着陈锋 眼中流露出担忧之色 他们都认为陈锋不可能是昌盛的对手 昌盛口中说道 我这一拳 你根本无法抵挡 你直接就会被轰中丹田 丹田破碎 修为被废 但他的声音 戛然而止 脸上得意的表情 也是凝固在了那里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拳头定在半空中 再也无法向前推进 他骇然低头看去 然后便是看到 陈锋一只手挡在了那里 握住了他的拳头 而他的拳头 则是根本不得寸进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似乎我挡住你这一拳了 昌盛力声咆哮道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挡得住我这一拳 说着 他催动全身的力量 口中发出疯狂咆哮声 向前逼近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他仗得脸红脖子粗 而陈锋就站在那里 神色淡然无比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打够了没有 打够了 我可就要反击了 我 只打你一拳 说到这里 他声音忽然变得凌厉无比 眼中杀鸡一闪而过 真元汹涌流动 又长不动 狠狠一阵 众人只听一声惨叫 便看到 昌盛口中鲜血喷出 直接飞了出去 然后 尘封凌空跃起 一拳狠狠轰在他丹田之上 昌盛又是一声惨叫 众人分明看到 他的丹田已经被直接打穿 然后 浓厚的真元向外疯狂涌动 空气之中的灵气浓度 瞬间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倍 本章完 第1254章 敢不敢 与我一战 昌盛重重地摔在地上 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 捂着丹田的伤口 大声哭喊道 哎呀呀 我的丹田被废了 我的修为被废了 啊 啊 尘封 我要杀你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是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个贱民少年 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 就废掉了昌盛的修为 昌盛 可是堂堂宁魂二重高手啊 他们这些贵族 根本就看不起 陈锋这种平民 根本就不愿意相信 眼前这一幕 但是陈锋 用实际行为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一拳 陈锋说 一拳就是一拳 一拳 废掉昌盛 陈锋的实力 就是如此强大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们 说道 抱歉 昌盛没有废掉 我的修为 反而是我废掉了他的修为 然后他看向夜天 夜天接触到他的目光 顿时吓得一哆嗦 赶紧向后退了两步 但他立刻就反映出来 自己这样做 实在太丢人了 顿时脸色非常尴尬 色力内忍地瞪着陈锋 吼道 贱民 你看什么看 陈锋盯着他 冷冷说道 你再叫一声贱民 信不信我也像是废掉他一样 将你的修为废掉 陈锋可是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 乃像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少年一般 他这一瞪眼 一说话 那杀气 似乎如同凝成实质一般 铺天盖地地向着夜天涌去 吓得夜天 心脏狂跳 脸色惨白 扑通一声 竟是直接跪在地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陈锋哈哈大笑 真懂李树 还知道向我磕头赔罪 夜天知道自己丢了人 但他连说一句狠话的胆量都没有 刚才陈锋瞪他那一眼 让他感觉自己面前已经是一片血红 似乎无数尸体 无数鲜血 向着自己扑来 他竟是直接被陈锋这一个眼神 吓得心丧胆裂 再也没有任何的勇气 此时 在外面 已经是围了一大圈人 今天进入狂战学院的这些血子 基本上都围过来了 上千人围在这里 这些血子 大部分都是平民出身 陈锋这般为平民出气长脸 他们都是大声叫好 陈锋 好样的 陈锋 干得漂亮 哈哈 实在是太解气了 陈锋微微一笑 向着众人摆了摆手 然后直接向着这些贵族子弟走过来 看见他走过来 这些贵族子弟 脸上都是露出惊慌之色 竟然纷纷后退 陈锋哈哈大笑 放心吧 我不会动手的 你们这么强大 你们势力这么大 我怎么敢招惹你们呢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浓浓的讽刺 这些贵族子弟 一个个气得满脸通红 陈锋 这是在羞辱他们 然后陈锋 走到水无痕面前 微笑着看着他 轻声说道 若是我没听错的话 刚才似乎你说 让昌盛取我性命 是吗 水无痕盯着陈锋 拧着眉头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要挑战我 陈锋看着他 大声说道 没错 我就是要挑战你 他的目光在众人面前 环视一圈 微笑说道 你们这些贵族 不是厉害吗 不是高贵吗 不是实力强大吗 那么 强大的你 有没有信心 接受我的挑战 水无痕扑斥一声轻笑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贱民就是贱民 稍微有一点成就 就不可一世 陈锋 你未免有点太狂妄了 你能轻松废掉昌盛 却绝对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我可是堂堂宁魂四重 你觉得 你面对我的时候 会有一丝半点的机会吗 陈锋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场中 然后冲着他勾了勾手指 淡淡说道 来吧 少废话 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水无痕看着陈锋 目光闪烁 心中暗自估摸着 昌盛是宁魂进二重高手 陈锋能够将他废掉 说明他的实力 应该是已经达到了 宁魂三重 不过 不可能达到宁魂四重的 我天赋这么高 又从小便吞噬了家中 提供了无数丹药 实力才勉强踏进宁魂四重 他怎么可能 也踏入宁魂四重呢 想到这里 他稍微放下心来 看着陈锋 然后也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陈锋对面 目光与之对视 水无痕深深吸了口气 身上气势蓬勃而起 在他身后 一个武魂骤然出现 这武魂 竟然乃是一座寒冰山峰 这座寒冰山峰 高度足足有二十多米 而下面 差不多有七八米的高度 已经是完全凝结成了寒冰 已经是从虚体 转变为实体 显然 他的寒冰武魂 已经是有四成多的部分 凝结成实体了 体现着 他宁魂近四重的强大修为 寒冰山峰出现的一瞬间 天空之中一道黑色光芒 悄然闪过 显示着他的武魂 乃是旋即一瓶武魂 旋即一瓶武魂 寒冰山峰 水无痕竟然一上来 就动用了武魂 看来他对这小子 还是颇为看重 这个剑名 确实有点实力 不过水无痕 既然动用了武魂 他就绝对不会是对手 没错 水无痕的武魂 可已经有四成 化虚为十了 绝对可以轻松镇压这个剑名 那些贵族子弟 纷纷议论道 水无痕看着陈锋 傲然说道 陈锋 我这可是旋即一瓶武魂 杀你如杀机 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吧 咱们两个一决高下 陈锋淡淡一笑 对付你 还用得着武魂 水无痕脸色 变得极为阴沉 寒声道 你找死 说着 他凌空跃起 手中长剑刺出 长剑刺出之后 众人顿时感觉 空气之中 温度瞬间下降几十度 跟冬天到来一样 空气之中 水气凝结 而天空之上 波涛之声汹涌 借着这波涛之声 瞬间冻结出 无数巨大的寒冰长刺 向着陈锋狠狠地刺了过去 声势猛恶无比 这是水无痕的最强杀招 万兵悬剑 这些寒冰长刺 锋利无比 甚至一只就可以杀死 一头四品灵兽 可以刺穿钢铁 这么多的寒冰长刺 陈锋绝对无法抵挡 本章完 第1255章 还有谁 在他身后 那些贵族子弟 纷纷大声喊道 水无痕 杀了陈锋 杀了这个墓中无人的贱民 他刚才竟然敢羞辱咱们 让他知道贵族就是贵族 不是他这种贱民可以冒犯的 陈锋朗声长笑 很可惜 要让你们失望了 说着 他直接将屠龙刀 从背后摘下 然后 他气势疯狂提声 屠龙刀一个横扫 叮叮叮 一阵清响之声 不断响起 那些寒冰长刺 尽数被屠龙刀 打成一片碎线 然后 陈锋高高跃起 屠龙刀疯狂向着水无痕 斩了过去 屠龙刀猛烈无比的气势 直接将水无痕笼罩 水无痕震惊无比 陈锋的实力 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他心念一动 那寒冰山峰武魂 直接挡在陈锋身前 陈锋的屠龙刀 疯狂批在这寒冰山峰武魂之上 砰的一声 寒冰山峰武魂 竟然直接被陈锋的屠龙刀 一刀批成两半 那已经凝成实质的寒冰 照样也不能抵挡屠龙刀 寒冰山峰武魂 光芒一阵闪烁 刷的一下 直接消失 已然是身受重创 水无痕的武魂 身受重创 水无痕也是疯狂呕血 浑身剧痛 重重地摔倒在地 捂着自己的头颅 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感觉 自己的脑袋疼得要炸开一半 这是武魂受到重创之后的一个明显体现 陈锋站在原地 朗声长笑 还有谁 还有谁不服 他手中屠龙刀钳指 不服的 站出来 与我一站 那些贵族子弟 全部沉默看着陈锋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他们之中 实力最强的水无痕 都被陈锋 以到清风击败 打成重伤 他们谁还敢出战 他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贱民 实力远远比他们要强得多 而且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这贱民 明明修为也只有宁魂一重而已 却是可以战胜 达到了宁魂四重的水无痕 这个时候 那名白发老者 忽然站起身来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流露出浓浓的厌恶之色 淡淡说道 你这贱民 在我狂战学院 前面闹事 是不是找死 老夫今日 必须要出手 给你一个教训 陈锋看着他 目光之中流露出一抹讽刺之意 说道 方才那几个所谓的贵族子弟 教训我的时候 为何你不出来干涉 现在 他们被我打败了 被我教训了 你却要出手教训我 你是不是明摆着偏袒 白发老者摇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一样 他们乃是我狂战学院的学子 而你不是 自然不能享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 陈锋微笑说道 谁说我不是狂战学院的学子 老者沈笑一声 不懈地撇撇嘴 你连邀请函都没有拿到 还敢自称为狂战学院的弟子 陈锋微笑道 没错 我是没有拿到邀请 只不过刚才那句话 我没有说完 我没有拿到邀请函不错 但我 却有一封推荐信 说着 他手一弹 将推荐信 弹给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接在手中 却是根本看都没看 就直接扔到一边 然后还去踩了两脚 不懈说道 就你这种贱名 能认识什么大人物 这封推荐信 多半是伪造的 你以为 随便什么人写封推荐信 就能让你进入狂战学院吗 陈锋眯着眼看着他 轻声说道 这位教习大人 希望你不要为你刚才的举动而后悔 白发老者目光中 闪过一抹冰冷之色 你竟然敢威胁我 陈锋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有威胁你 我只是在陈锋 述一个事实 那好 老夫现在就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后悔 我不但不会后悔 我现在还要狠狠地教训你一顿 叫你再也不敢口出狂言 叫你知道 什么叫做尊卑有序 陈锋不屑一笑 你想偏袒他们 就直说 周围那些平民出身的学子 一个一个也都是非常的愤怒 纷纷喊道 黄湛学院的教习大人 怎能如此偏袒贵族 没错 刚才贵族子弟要教训陈锋的时候 你不管 现在陈锋把他们教训了 你却要为这些贵族们出气 凭什么 众人纷纷愤怒地喊道 白发老者眉头一皱 向着他们看去 目光冰冷 韩生说道 你们再把刚才的话说 一遍试试 谁敢再说一句 立刻逐出狂战学院 顿时 没有一个人再敢说话了 众人都非常的愤怒 但是却怕真的被逐出狂战学院 失去这个机会 对于他们这些平民来说 这有可能是以后有所成就的唯一希望了 但这时候 却有人坚定地站了出来 正是冷息 他站在尘封身后 大声喊道 我不服气 我支持尘封 随着他站出来 唐紫燕 流氓 叶云 他们几人 也都是站了出来 纷纷支持 尘封看着他们 目光之中流露出一抹感动 你们这是何苦 冷息微笑道 我很珍惜进入狂战学院的机会 但是 我更珍惜咱们的友情 唐紫燕大声说道 但是如果狂战学院里面 都是这样的货色 那么 还不如不进去 叶云两人 也是重重点头 说道 好 白发老者看着他们四个 目光阴冷说道 既然你们不想进入狂战学院 好 那我今天 就将你们四个 连同尘封一起 废调修为 扔到青州城外 让你们自生自灭 说着 他缓缓向尘封走去 身上气势挣腾而起 刷的一下 竟然直接达到了宁魂五重 强大气势 铺天盖地 向着尘封狠狠压去 尘封目光中 也是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他还没有碰到过宁魂五重的对手 超越了他整整四个境界 甚至可以说 他现在无法抵挡 但是尘封 不会畏惧 不会退缩 屠龙刀持在手中 目光坚定地 看着白发老者 周围贵族子弟 纷纷发出欢呼之声 叫习大人 乃是宁魂五重高手 本章完 第1256章 突破 硬汉宁魂五重 哈哈 宁魂五重强者 这一次 尘封必死无疑 我看他还怎么挣扎 等他被废掉修为 咱们就可以随意欺辱他 到时候 一定让他生不如死 白发老者的气势 狠狠地压向尘封 尘封丹田之中 被这么以刺激 一变抖声 此时 没有屠龙刀的压制 尘封体内的真元 变得极为的灵动活泼 在尘封体内 疯狂运转着 九阴九阳神功 悄然运转 气旋形成 而尘封诧异地发现 此时 在气旋之中 竟然有一大团灰色气物 这赫然是巨量的 未曾炼化的真元 尘封顿时惊了 怎么会 这是哪里来的真元 但很快 他就明白了过来 我知道了 这些真元 是我过去的吸收的真元中 比较难以炼化的那些 平时 九阴九阳神功 将这些真元 隐藏了起来 而现在 我开始静修 则是开始拿出来炼化吸收 这些真元 极为地顽固 难以吸收转化 但是 九阴九阳神功 果然是强大无比 化作一层一层的利刃 无数的刀锋 从这些真元之上 席卷而过 很快 这些真元 就被尘封化为己用 丹田之中 又一次下了一片真元之雨 一个时辰过去了 这些真元 终于被尽数吸收完毕 而这时候 忽然 真元海洋之中 掀起了万丈波涛 真元海洋底部的那一眼清拳 忽然疯狂向外喷涌 本来精拳只有一尺多高 而现在 刷的一下 直接暴涨到了两尺多高 尘封的真元海洋 之前就被染上了一层 极淡极淡的金色 而现在 这股金色的浓度 比之前提升了整整一倍 已经让人可以 大致分辨出来了 尘封直接突破 进入了宁魂二重 此时 众人骇然看到 在尘封身后 一个足有三十多米高的巨人武魂 赫然出现 这巨人武魂出现的时候 还是虚影 但接着 他的双臂之上 竟是开始迅速地凝结 由虚化石 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 这巨人的两条 粗大如千年古树一般的巨大双臂 就已经完全凝结成了实体 肌肉累累 争獰凶凶恶 看上去充满了力量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之声 尘封竟然突破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 直接突破了 此人绝对是个天才 面临强大敌人 不但没有畏惧 反而直接突破 实力更强 现在 已经是宁魂二重 你们看他的武魂 玄机一品 这么厉害的一个巨人 这武魂 也是极为的强大 而且武魂的双臂 都已经化作实体 哈哈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刚才宁魂一重的尘封 已经足以击败 宁魂四重的水无痕 现在宁魂二重的尘封 能不能够击败 宁魂五重的教习大人 尘封也是惊喜万分 没想到自己竟会直接突破 而让他更加惊喜的则是 此时 在尘封的武魂神秘空间之中 那两个没有展露出来的 真正他的武魂 青龙和黄金巨柱 也都发生了变化 青龙五魂 那四只巨大的爪子 直接从虚体 凝结成了实体 而黄金巨柱 住身最顶端九分之一的位置 也凝成了实体 最重要的则是 这两个武魂之上 各自闪过两道黑色光芒 他们两个 不但从虚化时的地方更大了 而且竟然直接提升了等级 从玄机一品 提升到了玄机二品 至于其中妙用 陈锋现在还来不及揣摩 陈锋微微闭上眼睛 感受到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感觉自己是这般的强大 而就连手中的屠龙刀 似乎也轻了不少 他嘴角微微露出一笑 轻声说道 现在我能使出五次屠龙刀了 而且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白发老者目光一闪 不能再让陈锋将变强下去了 必须现在将他击杀 以绝后患 说着他一声利吼 双掌拍击而出 而随着他双手拍击而出 在他身后 也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青蛇 这条青蛇 显然拥有剧毒 吐出修长的红色舌头 发出丝丝的声音 随着这青蛇出现 白发老者的掌力 也是变得阴柔很堵起来 似乎陈锋无论如何抵挡 都会被轻松地侵蚀 那坚固如铁一般的地面 被掌风吹到 竟是直接被侵蚀出了一个大坑 众人发出惊呼 叫习大人 太无耻了 对付一个后背 一上来就有人直接动用了五魂 这一次 陈锋就算临时突破 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可是宁魂镜五重高手啊 陈锋口中能吐出两个字 无耻 说着 他手中屠龙刀疯狂向前斩去 砰的一声 老者的掌势 直接被斩碎 而陈锋 也是登登登 接连后退三步 但是屠龙刀实在是强大无比 哪怕是这样 依然是在将掌风击碎之后 直接砍在了老者的身上 直接将老者砍的左半身一片血肉模糊 看上去极为凄惨 老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什么 人群之中 顿时爆炸了一样 教习大人竟然受伤了 竟然被陈锋击伤了 陈锋现在的实力 已经是堪比宁魂五重高手 这一点 让众人震惊之极 白发老者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也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这小崽子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他感觉自己丢了面子 心中恼怒无比 盯着陈锋 阴冷说道 陈锋 你等着 无论你是不是狂战学院的学子 今天都要被杀 因为 你竟然敢得罪狂战学院的教习 说着 他疯狂地对陈锋发动了攻击 陈锋终究比他第三个境界 很快便不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他用屠龙刀攻击了五次之后 就无力再用 对白发老者更是没有了威胁 碰 一声巨响 陈锋被白发老者击中胸口 一股阴毒无比的掌力涌入他的体内 让他感觉如同无数小蛇在自己体内啃噬一样 剧痛无比 而正在这时 远处忽然有破空之声传来 本章完 第1257章 罗霄然 一道人影向着这边急速掠来 而且 众人看到 此人竟是凌空飞行 他们顿时发出一阵惊呼 凌空飞行 只有宁魂境高手 才有这样的实力 而且 此人在宁魂境界 绝对不低 只怕已经超过了宁魂六重 甚至可能会达到宁魂巅峰 此人刷的一下 直接来到众人面前 众人看到 这是一个穿着青衫的潇洒中年 他眉头皱了皱 看向教习大人 说道 王教习 潇洒中年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负责这一次的新生入院吗 怎么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那王教习看见他之后 顿时像是来了主星谷 赶紧走上前去 满脸谄媚说道 院长大人 有人在这里闹事 说着 他指了指尘封 大声说道 这个贱民 根本没有邀请函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封推荐信 就来招摇撞骗 还挑起事端 将叶天和昌盛打伤 他直接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极为无耻 他大声说道 院长大人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人群中响起一片议润声 这难道就是狂战学院的院长 不 听说狂战选的院长 是一个足有二百多岁的老者 不可能如此年轻 哦 我知道了 他应该就是所有副院长里面最年轻的那位 号称青州第一块剑罗霄然 对 死人就是罗霄然 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仰慕崇拜之色 在这些狂战学院的学子眼中 这几位院长副院长 简直就是如同神话一般的存在 而此时 竟然见到了副院长 罗霄然 眉头皱了皱 看着陈锋 忽然问道 你是陈锋 陈锋点点头 没错 正是 罗霄然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笑容 走上前来 重重拍了拍陈锋的肩膀 哈哈笑道 果然 英雄出少年 我就说嘛 老赵不可能骗我的 前阵子 他给我来了一封信 说给我推荐了一位年轻俊杰 来我们学院 我还有些将姓将仪 没想到就是你 很好 很好 年仅十八岁 就已经堪比宁魂镜五重高手 绝对算得上是年轻俊杰了 他口中的老赵 自然就是赵松颜 而听到这些话之后 王教习脸色立刻变得一片惨白 原来 陈锋真的很有背景 原来 给陈锋写介绍信的那个人 竟然有如此高的身份地位 竟然和副院长是好朋友 他心中惶恐无比 身体 甚至都已经颤抖起来 陈锋嘴角 微微露出一抹笑容 是赵前辈给我写的介绍信 罗小然笑道 欢迎来到狂战学院 陈锋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我本来想进入狂战学院 但是现在 我又不想进入了 罗小然愕然问道 这又是什么原因 陈锋淡淡道 黄战学院实在是有太多的恶心 有这样的教习 有这样的靴子 我根本不愿意 进入这种污秽之地 说着 他将刚才的事情说了 罗小然听完之后 眉头紧锁 目光变得有些阴沉下来 他看着王教习 说道 刚才陈锋说的 可都是真的吗 王教习 此时已经是吓得浑身颤抖 声音哆哆嗦嗦说道 不 院长大人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 罗小然断然说道 他忽然对陈锋道 陈锋 把介绍信拿出来 陈锋不明 所以 将介绍信递给他 然后 罗小然轻轻一谈 介绍信 直接掉落尘埃 然后他对王教习说道 现在 去把那封信捡起来 王教习听了之后 脸色一下子变得耍白 这是对他的赤裸裸的打脸 但是他不敢不听从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习而已 而且是因为年纪大了 才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的 实际修为并不高 跟罗小然比 更是天差地远 他只好咬着牙走上前去 弯腰准备 将那封介绍信拿起来 罗小然此时 忽然冷哼道 跪在地上 听到没有 王教习听了 浑身剧烈地哆嗦了一下 但他还是跪倒在地 将介绍信拿了起来 然后走过来 恭恭敬敬地递给了罗小然 罗小然看着他 冷声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 小心着点 罗小然看着陈锋 微笑说道 陈锋 我为你出气了 现在 你总可以答应 进入狂战学院了吧 众人听到他这句话 脸上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堂堂狂战学院的副院长 竟然用如此客气 甚至有些恳求的语气 和陈锋说话 这个陈锋 果然是极有来头 而且确实是一个天才人物 他们惊疑不定 猜测着陈锋的身份 尤其是那些贵族 怀疑陈锋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王教洗眼中露出极度懊恼之色 我干什么要招惹他 这是一个根本就招惹不起的存在 他的背景 说不定是何等之庞大 但是昌盛 叶天 水无痕等人 脸上却更是极恨如狂 露出极度怨毒之色 他们本身家族势力极为庞大 并不畏惧陈锋背后的势力 陈锋这番让他们丢了面子 他们怨恨到了极点 陈锋沉思片刻 终于点了点头 答应了罗霄然 他知道 自己如果再不答应的话 就未免有些不实抬举了 罗霄然然哈哈一笑 然后向众人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都别在这看热闹了 赶紧都散了吧 副院长的威严散发出来 众人无人敢不听命令 赶紧纷纷散去 很快 这里就只剩下陈锋几人 然后罗霄然 微笑着对陈锋说道 陈锋 我亲自领你进去 正好 你的待遇和别人有些不一样 听了这话 冷戏等人 脸上都是露出艳羡之色 但却是由衷地为陈锋高兴 陈锋跟他们几个 说了几句话告辞 然后就跟着罗霄然 进入狂战学院 狂战学院 战地极为广大 进去之后 能看到各种各样高大的宫殿 不断连绵 一眼望不到尽头 而且 这里最多的一个存在 就是阎武场 几乎到处都是 本章完 第1258章 我爱他 阎武场被高大的围墙包围 陈锋走到外面 都能听到 里面时不时传来阵阵惨叫声 以及真元碰撞的龙龙声音 很快 罗霄然领着陈锋 一路向里头走 将他带到一处单独的小院面前 推开院子 里面是一座二层楼阁 非常的精致 罗霄然微笑说道 按照狂战学院的规矩 进入狂战学院的一年级生 都是四个人住一间屋子 但你和别人自然不一样 你可以拥有这处单独的院子 然后他又扔给陈锋一块玉牌 说道 手持这块玉牌 你可以进入藏金阁一楼 并且可以使用各种修炼设施 一般来说 一年级生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 只有一些颇为强大的二年级以上的学生 才能够使用这些措施 陈锋知道 自己之所以如此得他看重 一来是自己的天赋 和展露出来的实力 二来 则是赵松年的面子 他微笑着拱手致意 说道 多谢院长大人 罗笑然摆摆手 说道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我跟老赵那是过命的交情 当初我俩年轻的时候 一起闯荡游历大陆十几年 他救了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也救了他不知道多少次 他既然既然将你托付给我 在狂战学院的这段日子 我自然会好好照顾你 陈锋再次道谢 也是在同一时刻 丹阳郡城南方 这里 是一片连绵的山脉 山脉不高 也不是很大 却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 就像是一条一条 趴伏在地上的毒蛇一般 而且这些山脉 灰一条绿一条 看上去就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山脉之中更有瘴气弥漫 就如同毒蛇喷吐出的毒物 神龙教就坐落在这片山脉之中 此时 丹阳郡城通往神龙教的 那片山巒之中 正有数百万人在其中开山凿路 准备修出一条宽阔的大道来 而且此时还没有完全修好的路上 已经是人来车网 极为热闹 有大量的车队商队 来往于神龙教和丹阳郡城之中 现在 神龙教和原先可不一样了 原来的神龙教 躲在地下 人人喊打 露个头都不敢 而现在 神龙教灭了紫阳建场之后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丹阳郡镇守门派 丹阳郡郡守府 也是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 所以现在 丹阳郡的那些大家族 那些宗门 立刻都开始巴结神龙教 神龙教 没有紫阳建场那么宣传气派 只是在一些山峰之上 修建了几间迪矮的宫殿而已 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 都是 位于地下 位于山洞之中 此时 神龙教核心位置 一座巨大无比的山洞深处 这里 是一座地下大厅 方圆千米 高度则是达到了两千多米 几乎就是将一座大山 直接掏空了一般 依靠着山壁 修建了层层叠叠的宫殿 其中最大的一座 正是神龙教教主 龙后水的居所 本来 神龙教众人 心情倒都还算是不错 灭了紫阳建场之后 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今天 却是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路过那座宫殿的时候 甚至都不敢发出声响 生怕受到牵连 因为 从今日早晨开始 宫殿中时不时就传来阵阵愤怒的咆哮声 他们听得出来 那是教主龙后水的声音 此时 大殿之中 龙后水正阴沉着脸 坐在座位之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跪在他面前的洛子兰 他刚刚才大发了一痛脾气 这回呼吸还有些粗重 满脸通红 而骆子兰跪在那里 不言不语 神色平静 闲静无比 就如同一朵暗夜之中 悄然绽放的子兰花一般 充满了淡雅的气息 龙后水盯着他 寒声说道 骆子兰 你说 你跟那小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 骆子兰一言不发 就如同没有听见一般 他这个样子 让龙后水更是暴怒 大声吼道 我问你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 你到底跟那个小子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们两个有了私情 骆子兰依旧是淡雅无比 还是不说话 但是他的态度 显然已经是默认了这一切 龙后水的目光变得阴冷至极 目光之中露出极度的极度和愤怒 几乎要喷出火焰来 他走上前去 啪的一声 一个大耳光 狠狠地甩在了骆子兰的脸上 大声咆哮道 你是我的女人 你只能是我的女人 你竟然敢跟她有私情 我要杀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你们这对肩服一副 在旁边 苏娜脸上挂着笑 笑得极为灿烂开心 盯着骆子兰 满脸的幸灾乐祸 骆子兰被打的脸 重重地往旁边一歪 嘴角有鲜血一出 但他不禁不怒 目光依旧淡然 不过 他终于是抬起眼来 看着龙后水 目光之中闪过一抹嘲讽 他终于开口了 哦 是吗 我是你的女人 我只是你的女人 那么 你为了悬火 让我去陪那个糟老头子睡了几年 又怎么说 他看着龙龙后水 眼中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忽然咯咯一笑 笑声之中充满了愤怒 恨意 不屑 我是你的女人 你不要骗我了 也不要骗自己了 你只不过 是把我当成一件物品而已 你强占我 不是因为多么喜欢我 只是因为你的占有欲 只是因为你那自私的欲望 而一旦已为了利益 你可以毫不留情地牺牲我 你 你 龙后水指着他 浑身颤抖 骆子兰说的话 戳中了他的痛处 因为事实 就是如此 骆子兰看着他 目光冰冷 怎么 难道我说的有错吗 这个时候 接触到他的目光 龙后水心里忽然慌张起来 他看到骆子兰的目光 他立刻意识到 骆子兰这是彻底的醒悟了 而且 他再也不想和自己虚伪一下去了 他恍然意识到 这个优雅如蓝的女子 再也不属于自己了 他陡然慌乱 抓着骆子兰的胳膊 大叫道 骆子兰 你跟他到底 有没有私情 只要是你以后再也不跟他来往 只要是 你能回心转意 我可以原谅你这一次 哈哈 原谅我 你原谅我 你也配 骆子兰充满了讽刺的冷笑道 接着 他高高地扬起头 露出修长雪白的脖梗 我爱他 瞬间 龙后水暴怒 他盯着骆子兰 阴冷咆哮道 贱人 我一定很让你后悔的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杀啊 你们这对奸夫淫妇 骆子兰笑了 笑得极为轻面 他看着龙后水 轻声说道 一年前 他刚刚踏入神门径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天海径高手 本章完 第1259章 差点走火入魔 而现在 他已经是宁魂静 他是天下独一无二之人 你等着吧 会死的终有一个 但不是他 而是你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贱人 你给我滚 滚下去 龙后水被刺激得几乎要疯了 厉声吼道 几个侍卫大步走进来 将骆子兰压了下去 苏娜在旁边假声假意地劝的 教主大人 您息怒 不要在意这个小贱人说的话 他这是故意气你呢 您别为了他气坏了身子 那多不值得呀 龙后水双全疯狂地 砸着面前的桌子 大声吼道 茶 给我茶 一定要查到 那个小兔崽子 去了哪里 就算绝地三尺 我也要将他找出来杀掉 当天晚上 陈锋在自己的住处盘歇而坐 修炼九阴九阳神功 本来 九阴九阳神功运转得非常顺利 但是忽然 陈锋感觉 丹田之中那气旋 一瞬间 似乎是出现了无数的黑色斑点 然后 这些黑色斑点 迅速蔓延扩大 竟是占据了九阴九阳神功气旋 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位置 接着 陈锋丹田各处 经脉各处 出现了无数的淤色 就像是血液中出现的血块一样 瞬间 直接堵塞了正在流淌的真元 陈锋体内真元 这一瞬间 完全无法正常运转 陈锋睁开眼睛 一声闷哼 一口鲜血 直接喷出 感觉胸口剧痛 胸口处 也是传来一阵非常闷的感觉 似乎连气都要喘不上来 陈锋骇然自语道 这是什么的情况 他修炼九阴九阳神功以来 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暗老在旁边悄然出现 看着陈锋 眉头一紧 他仔细想了半天 方才说道 陈锋 你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就是九阴九阳神功引起的 什么 陈锋骇然道 九阴九阳神功引起的 没错 暗老说道 你吸收了 太多外来的真元 这些真元 有的精纯 有的博杂 而且属性都不一样 虽说九阴九阳神功神奇无比 可以将它们化作你自己的真元 为你所用 但是却也留下了无数隐患 而此时 这些隐患全部都爆发出来 这些没有彻底消融的真元 全部出现堵塞了你的经脉丹田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有些庆幸地说道 这幸亏是发现得早 若是再晚一些 才突然爆发的话 说不定你 直接会走火入魔 经脉寸断 爆铁王 陈锋听得一头冷汗 骇然说道 暗老 怎么会这样 九阴九阳神功 按理说 不应该有这样的隐患啊 确实不应该 暗老说道 让拧着眉头思索半想 恍然说道 我明白了 九阴九阳神功 级别太高 而你级别太低 以你现在的实力 强行修炼九阳九阴神功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事实上 若不是你拥有阴阳之体 根本无法修炼这门神功 就算是有了阴阳之体 甚至都颇为勉强 陈锋点头 然后他赶紧问道 暗老 那我现在应该如何做 暗老轻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暂停吸收其他人的真源 寻一处灵气充沛精纯的地方 闭关静修 潜心修行 陈锋重重点头 心中留下了一丝阴霾 第二天早上 陈锋正在静修 忽然 外面传来一个嚣张跋扈的声音 小子 赶紧从里面滚出来 陈锋眉头挑了挑 这是在说我吗 他抖抖袖子 站起身来 推开院门 然后就看见 院子外面 此时足足站了有十几个人 这些人 一个个脸上 或是带着凶恶 或是带着冷卧之色 看着陈锋 而且 他们看向陈锋的目光中 也透露出一丝贪婪 但陈锋很快就发现 他们的贪婪 并不是针对自己的 而是针对自己身后这座院落 最前面的是一个粗壮大汉 此时他正抱着胳膊 看着陈锋 一副傲然的样子 看到陈锋出来之后 他冷哼一声 小子 现在就从这个院子里头滚出去 把这座院子让给我住 我就饶你一条性命 陈锋看着他 眉头挑了挑 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要强占我的这座院子 没错 大汉 大汉 傲然说道 陈锋很快就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战学院 能够拥有一座独立院子的人非常少 其他人都是几个 人才住一间 所以 陈锋的到来 肯定是引起了他们的贪婪 陈锋目光一扫 接触到其他十几人的目光 立刻就明白了 这十几个人 估计也是想强占自己的院子 但他们没有那么鲁莽 让这个大汉先打头阵 试一试自己的精良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事 挺有意思啊 大汉看陈锋不说话 不耐烦地吼道 小子 听不懂人话吗 赶紧滚 陈锋看着他 饶有兴趣笑道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 你能够轻松吃定我呢 大汉哈哈大笑 像你这种小兔崽子 我见多了 之所以能够进到这里之后 有自己的院子住 无非就是 家世好友背景 但是 在狂战学院 这些有个屁用 狂战学院 只看一点 就是实力 在这里 我的实力足以碾压你 所以我们 就可以强占你的院子 哦 原来是这样 陈锋缓缓点头 此地强者为尊 身世背景都不是那么重要 他忽然咧嘴一笑 既然这样 那我就明白了 说着 陈锋身形忽然一闪 刷的一下 直接来到大汉身前 大汉一惊 连声怒吼 双拳 向陈锋轰去 陈锋啪的一声 右掌轻轻拍出 一巴掌 狠狠地抽在大汉 左脸之上 大汉的整个头颅 都是剧烈地 往旁边晃动了一下 脖子发出一声 让人牙酸的咔哒声 给人的感觉 似乎要扭断了一般 被打得直接喷了一口鲜血 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脸上重重地浮现出一个掌印 而他那庞大的身体 都被抽得飞出去几十米 重重地落在地上 本章完 第1260章 寂静地穴 大汉抬起头来 满脸骇然地看着他 惊呼道 你 你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宁魂三重 陈锋看着他 懒洋洋地说道 似乎是这样的 然后他看向众人 微笑说道 你们这些想捡便宜的 现在也都该看清楚 我的实力了吧 抱歉 我的实力 似乎也足以碾压你 所以你们 现在还是赶紧滚吧 当他说到滚这个字的时候 忽然从喉咙之中吼了出来 顿时杀气腾腾 杀鸡肆意 这些人 仿佛感觉杀气 向着自己扑面而来 顿时一个个吓得浑身一颤 赶紧屁滚尿流地离开 忽然 众人身后 响起一阵哈哈笑声 我说什么来着 陈锋一定能够给他们 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而另外一个流利流气的声音 则是笑道 过瘾 真过瘾 看了一场好戏 也没枉费咱们 白在旁边等这么久 陈锋回过头去 摇了摇头 说道 你们这几个家伙 真是够损的 果然 正是冷戏 正是冷戏他们四个 他们四人 此时正站在那 勾肩搭背地看着陈锋 满脸笑嘻嘻的样子 那大汉看了陈锋一眼 见陈锋没有注意到他 立刻灰溜溜地爬起来 准备离开 陈锋头也不回忽然说道 我让你走了吗 大汉 吓得浑身一哆嗦 赶紧止住身子 站在那一动 都不敢动 陈锋看着冷戏 微笑说道 你们四个 怎么这么大早就过来了 冷戏笑道 过来找你修炼 陈锋挑了挑眉头 这么快就要 进入修炼状态了 冷戏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说道 那是当然 我们进入狂战学院 主要就是为了来这里修炼 去哪修炼 陈锋问道 冷戏神秘兮兮兮地一笑 去了你就知道了 陈锋点点头 头也不回地说道 若是我回来之前 你离开了这里 我一定找到你 打断你的四肢 废掉你的修为 然后把你扔出去 声音冰冷 毫无感情 大汉浑身颤抖了一下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赶紧说道 我不敢 我不敢 陈锋点点头 和冷戏四人离开 很快 一行五人就来到了狂战学院东边 面前是一座山谷 山谷之前有专人把守 那些人看到他们之后 神色冰冷 不带丝毫感情 拿出来 陈锋还有些愕然 冷戏四人 已经赶紧各自掏出一片无色卡片 递了过去 陈锋想了想 恍然大悟 赶紧取出昨天罗霄然留给自己的那张卡片 他此时才发现 这张卡片 原来就是白色的 看到这张白色卡片 唐嫣然等人都是发出一声惊呼 陈锋 你的卡片 竟然是白色的 陈锋看着他们 有些愕然不解问道 白色的怎么了 唐紫燕一听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说道 陈锋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而甚至就连那几个护卫 看到陈锋手中的白色卡片之后 脸上也是 微微露出一抹 愕然和艳羡之色 然后 他们摆了摆手 说道 进去吧 你们几个 在里面的时限是一个月 而你 在里面的时限 则是三个月 不要耽误了时间 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出来的话 会受到严惩 冷惜四人 赶紧点头 然后 一行五人 走了进去 进入山谷之后 陈锋敏锐地察觉到 这里的天地元气 异常地充沛 不但充沛 而且狂暴 非常的稳乱 陈锋深深吸了一口气 就感觉体内九阴九阳神功运转 直接将这天地元气 转化为一滴真元 悄然低落而下 陈锋 骇然 这里的元气浓度 极其强 当初紫阳建厂 也有几个地方 灵气浓郁 号称特别 特别适合修炼 但是 这里的天地元气 浓郁程度 绝对远远超过了那里 要知道 那些地方 陈锋在里面 依然是毫无感觉 因为它等级太高 那些地方 已经对它没有任何作用 而这里 却是对它作用极大 很快 众人来到山谷之中 山谷中央位置 有一个深邃的深洞 下面黑漆漆的 也不知道通往哪里 不知道有多深 而在深洞的边缘 则是有盘旋向下的楼梯 将这大坑分成一层一层 每一层 似乎还有通道通向里面 冷熙微笑着看向陈锋 说道 这里 叫做寂静地穴 寂静地穴 陈锋琢磨着这四个字 冷熙说道 这里 就是专门用来修炼的 你能够感觉到 这山谷之中的元气浓度 远远超过外面 陈锋点头 没错 冷熙接着说道 可是 这寂静地穴之中 元气浓度更加充沛 他指着那黑漆漆的大洞说道 寂静地穴从上往下 一共分为十八层 每往下一层 灵气浓度就会提升一倍 到第十八层的话 灵气浓度会是现在的十八倍 陈锋听了 不由骇然 更是隐隐有一丝悸 十八倍于山谷的灵气浓度 超越外界 已经是几百上千倍了 若是 自己能够在最后面 一层修炼的话 提升速度 绝对不比九阴九阳神功差 而且更加安全 没有那些隐患 他立刻就一直到 这里就是他需要的修炼所在 叶云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们 甚至是很多进入狂战学院之人 之所以想来这里 就是冲着这寂静地穴来的 你也看到了 我们几个人的权限 只能够在这里停留一个月 这还是我们用全部身家换来的 唐宰烟在旁边接口说道 没错 我们几个人 本来都是 一个小宗门的 可以说是天才 后来 我们实力提升太快 那宗门 已经是无法跟上我们的速度 于是我们速个结伴出来 修行游历 而我们搏杀到狂战学院的邀请函之后 用积攒的全部身家 换了这一张 能够在这里修炼一个月的无色卡片 冷惜目光中露出一抹憧憬的表情 说道 这一个月 对我们四人 无比的重要 本章完 感谢观看